在一栋豪宅里,一个女人突然从高处跌落 慌张的修女跑到警察局报案称 她看到有人血流不止,已经死亡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新剧《我的》 此剧讲述摆脱世俗的偏见 而找寻真实自我的坚强女性们的故事 时间回到案发60天前 这是发生在萧原集团的故事 热爱艺术的老会长 请人为自己家建造了一栋豪宅 分为主次粮管 这个地方等级森严,界限分明 老会长共有两儿一女 大儿子是和老夫人所生 小儿子是和情妇所生 大儿子愚钝,小儿子却聪明伶俐 小儿子的妻子徐希秀 在嫁入这个家族之前 曾经在电影圈打苹果 她性格活泼,嘴用天 老会长很喜欢她 希秀为了基金会捐款的事业 时隔五年再次拜访教堂 和修女叙旧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孩幼颜 因为父亲欠了高利贷 被黑帮找上门闹事 她心生同情 想请女孩到家里来当庸人 与此同时 大儿子的妻子正苏贤 也就是希秀的大嫂 正在帮希秀的儿子夏俊找家教 有人向她推荐一个女孩小庆 小庆和又颜同一天 来到了这个等级森严的地方 从这一天起 阶级秩序开始崩坏 一切发生改变 后来发生的那庄命案 或许就是起源于这一天 小庆和又颜都顺利通过了面试 希秀临时决定 又颜去别管给夏俊做家教 这样一来 小庆就只能担任管载工作 小庆对此感的不愿 这时大儿子走来 小庆急忙喜山问好 树贤察觉老公打量小庆的眼神不一般 最终决定按照原计划进行 小庆负责辅导夏俊 又颜则到主宅工作 临走时 树贤认出小庆的雨伞和包包 都是限量版品牌 虽然小庆解释是假货 但树贤还是意识到 这个女孩不一般 当天晚上有一场家庭聚会 只有大人们参加 所以照顾夏俊的任务 就理所当然露到了家教小庆身上 聚会开始 在所有人都穿着黑白灰的场合中 细袖一身橙色的抹胸裙 得外亮眼 小庆不知和山野跟了出来 在不远处的树下张望着 确认聚会开始之后 小庆换了封面孔 在大房子里逛了一圈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没跟庸人打招呼 就把准备好要端上处的生肉 拿起一片往嘴里放 又颜已经换上庸人的衣服 开始工作 她和小庆不期而遇 又颜出来乍到 把小庆扔成了夫人 小庆笑了 被人恭敬地称呼夫人的感觉 似乎还不错 席间 卷发的小姑一直在挑事 质疑西秀对夏俊的教育 西秀知道夏俊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旁人肯定会质疑 作为寂寞的她是否称职 巧的是 除了西秀和夏俊以外 这个家族里的几堆母子 都不是亲生的血缘关系 老大和树田的儿子 也不是树田亲生的 亲生母亲在儿子十岁时 就离家出走 老大终日酗酒没个正行 才慢慢熟练 因为书仙是豪门千金 骨子里流着贵族的血液 所以老大才会忌惮她 二儿子不是老夫人所生 而是会长的情妇生的 会长一直对已是的情妇念念不忘 这次的聚会 也是因为今天是情妇的生日 老会长每年都会带着全家 一起给情妇过生日 一次免怀 席间大家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 发生分解 家族规定孩子青年级 就要送出国去读国际学校 西秀没有按照家族传统那样做 是因为她不想孩子这么想就离开父母 独自在外生活 书仙反驳 他们家的孩子注定和一般人不同 在关系到人生未来的问题上 不能意气用事 但最后西秀还是想要自己决定 孩子教育问题 此话一说 现场一片安静 二儿子急忙转移话题 这时老会长宣布 她要正式放下死缺情妇了 同时还有份礼物要送给一个人 手下们端着奢华的蓝宝石项链走来 会长还没说出到底要送给谁 手下在他耳边说了句话 会长大受震惊 直接晕了过去 校远集团涉及照相建设的投标 作弊案仪式上了西闻 会长勉强逃脱择罚 但他躺在医院挂了氧气罩 也不知何声才能醒来 如果会长醒不过来 子女们就要着手准备推选离时离时 夏俊最近喜欢上嘻哈音乐 二儿子知道后没有生气 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原来你像你的妈妈啊 其就知道 妈妈值得肯定是夏俊的亲生母亲 夏俊的生母也已经过世 夏俊才八岁 就在流行音乐方面 表现出了兴趣和天赋 这让西秀很好奇 他的生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另一边 手下把蓝宝石项链放回会长的地窖里 会长夫人看了格外眼战 他知道项链肯定是要送给西秀的 因为西秀是情妇的儿媳 会长格外偏爱这个儿媳妇 会长对情妇是情深义重 老夫人也吃了一辈子的醋 深夜老夫人又突然开始砸破 把情妇最爱的红酒通通砸碎 书贤抓到一个偷偷录音的佣人领班 老夫人见有人录音 才终于收敛了一些 领班向书贤解释 因为老夫人语速很快 她得录下来多听几遍才能听懂 所以一直有录音的习惯 书贤提醒她 之前老会长送了一栋公寓给她的时候 提出的条件就是 在这个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要守口如瓶 现在领班已经违约了 领班连连道歉就饶 书贤拿走了领班的手机 将录音全部删除 才结束这件事 领班留下来 另一个无辜的佣人被推出来顶锅 父亲卧床不及 小姑计算着手上的股票份额 她想说服老大支持自己 但是老大治不在此 况且她认为弟弟更适合经营 并没有答应小姑的请求 今天老大的儿子 也就是萧原集团的长孙 要从国外回来了 全家上下都在忙碌着 为少爷接风洗尘 诱言被派去打扫少爷的房间 打扫了一会儿躺在床上休息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没过多久 她从睡梦中惊醒匆匆离开 在楼梯上和刚回来的少爷碰了面 乃恩擦肩而过 诱言继续去忙工作 摆盘时 书贤让初来乍到诱言 学和老夫人打招呼 诱言走进老夫人的卧室 夫人正在和孙子讲话 对着擅闯自己卧室的诱言 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让诱言被狼狈地赶出去 少爷关心得多盼了几眼 晚上戏酒一家三口三步的时候 小青在不远处一直偷偷跟着 这个女人的野心照然若揭 一心只想飞上吃头当凤凰 截风夜上 竟然了解少爷回国后打算 少爷面无表情 内心毫无波澜 因为他的人生并不能由自己掌控 一切都被安排好了 包括读书 工作 甚至还有婚姻 席间有人问他 是否有过令他心跳加缩女孩 少爷下意识地寻找着诱言的身影 晚上 少爷在自己房间里卸下 偶然发现枕头下有一根发绳 和诱言头上那根一模一样 应该就是他的 小姑子这边也不安生 他听到老公跟女人打电话 便认定对方有外遇 不管男方如何解释 他都我不听 我不听 砸着昂贵的餐卷 书嫌出片阻止 他一直操持着家中大小事 更是以集团形象游行 如果小姑子泼妇般的行为传到外界 将有损集团声誉 歇求更的建议 暴躁小姑去做心理咨询 他认识一位非常可靠的咨询师 小姑斩钉截铁地拒绝 他不相信任何人 更不会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私事 小姑老公向两位姐夫诉苦 这时老儿接到二儿子夏俊 以为肚子痛打来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生 说夏俊应该是消化不良 这个女生正是小庆 小庆帮夏俊扎了一针 夏俊打了一个嗝 情况好转许多 可二儿子不满意 小庆用偏方为孩子治疗 表情复杂地离开了房间 另一边 书贤正在翻看从领班那里脚来的手机 意外地发现了一段 领班偷拍自己的视频 视频里 他站在树下 似乎在和什么人交谈 树前吓得丢掉手机 非常慌乱 他连忙打给西秀 西秀提起过 认识一个很可靠的咨询师 他想要见见 西秀口中这可靠的人 并不是专业咨询师 而是修女的爱马 幼颜聊家里之后 一直和修女保持着联系 幼颜觉得这户人家很不正常 修女抑郁道破真谛 豪门太正常才奇怪 豪门就像是地狱 无耻轻的贪婪 更容易让人陷入地狱 幼颜问他为何会如此了解豪门 修女的表情意味深长 晚上幼颜睡不着出门散步 结果迷路 被一阵音乐声吸引到一个地方 他看到少爷在远处坐着听音乐 少爷把发绳还给他 幼颜解释了 为什么会把发绳落在那里 没想到少爷说 看起来我的房间很好睡 那你要不要和我交换房间睡 应该会很有趣 幼颜听到这话待在原地 夜晚小庆穿着西秀的礼服 似我陶醉跳着我 被西秀撞破之后 小庆连忙道歉 声称只是因为礼服太漂亮了 所以他才想要试穿 他甚至当着西秀的面 直接开始脱衣服 西秀觉得这个家教老师很奇怪 但看在他道歉成本的份上 也没多说什么 小庆回房间换了身衣服 然后走到客厅 一边哼着歌 一边抚摸着那些昂略的家具 画面非常诡异 西秀看到这一幕 小庆旁若无人的往前走 身影被吊灯遮挡 但从夹缝中可以看到 小庆的视线也在看向西秀这个方向 眼神中带着一次挑衅 西秀冷静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可以向小庆道歉 是自己反应过激 他充分理解 长期在国外生活的小庆 有着一个自由的灵魂 才会做出偷穿自己衣服这种事 西秀还特意夸小庆的腿漂亮 原来小庆以前是骑马运动员 所以有一双线条流畅的美腿 小庆被叫到每周一次的佣人会议上 领班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教育他 小庆强调 他只专注于下军的教育 其他事情一概和他无关 小庆不仅眼神雄狠 嗓门也大于领班 他警告领班不要使唤自己 所有人都为首是瞻的领班 第一次在小庆这里吃了鞭 小姑偶遇小庆 觉得他有些眼熟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那晚又延遇到了少爷 两人一起并肩散播 风吹动又延的头发 他们相视而笑 当晚来人交换房间睡觉 少爷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睡不好 但在又延的小房间里 却意外的睡得不错 早晨起来时 又延看到少爷房间里 有一个相框被翻倒 他将相框扶正 这是小时候的少爷和妈妈的合照 少爷看到照片被又延摆回原位 可以提醒他要注意身份 不要越界 不要碰他房间里的任何东西 西秀最近一直在忙碌 自闭症儿童作品展览事宜 他找到一家画廊提出合作 画廊代表有些迟疑 因为书贤就经营着另一家画廊 西秀不和大嫂合作而来找他 书贤会不会不高兴呢 平时书贤只关注于国际展览 主要跟知名艺术家合作 对这种画展不太有兴趣 西秀安抚代表无需担心 很快书贤得知 西秀选择和别的画廊合作 本来书贤和修女约好在家里见面 可刚当下 书贤就以疲惫为由 临时取消了会面 转而去见西秀 站在集团的角度思考 书贤认为此举不妥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西秀都应该先和自己商量 其实西秀是怕被拒绝 所以压根没有询问过书贤的意见 但书贤担忧的是 他们毕竟是豪门轴烈 若被外界知道 西秀没有在大嫂家一郎办展览 外界肯定会恶意揣测这件事 最终引到轴力矛盾 家族纷争的问题上 西秀觉得书贤多虑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靠这种事情来博得关注度 并为自己不成熟的举动道歉 以后会深思熟虑 考虑全面再行动 而领班却通知 早已等候多时的修女 修女竟然接受 并把自己吃了一半的点心 全部带走 领班注意到 外表朴素的修女 竟然拎着价值不菲的爱马仕包 晚上西秀通过跳绳解压 小庆他呢 便上前打招呼 跳绳这种运动 和他现在豪门媳妇的身份 不太匹配 但西秀不太在意这些 运动哪分什么高低贵贱 而且在豪门 最难的就是保持初心 坚持自我 两个女人想住了一杯 西秀了解小庆最近的工作情况 还问了一些私人问题 小庆都如实回答 她没有结婚 但谈过恋爱 曾经爱得死去活来 直到现在都无法忘记 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但如果能回到过去 她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临睡前 二儿子一个公主抱 抱着西秀回房间 哄她睡觉 夫妻俩甜蜜 另外这一摸 被小庆看在眼里 敏锐的管家 查语了异常 她向西秀报告 这个新来的家教很习惯 好像有很多秘密 西秀没有放在心上 可能是因为小庆在国外生活过 所以形势比较自流奔放吧 再加上西秀是特别容易 信任别人的性格 她从来没有被谁避盘过 所以也会轻易的 对陌生人产生好感 但西秀还是让管家 对小庆稍假留意 少爷的婚室被定下 未婚妻将要登门拜访 全家人都要去主管报道 西秀邀请小庆一起参加 帮忙把把关 小庆竟然答应 管家警告他 只能远关 而不能同桌吃饭也 小庆显得很失落 她立即找个借口 挽聚了西秀的邀请 未婚妻林林来了豪宅 她开朗外相 能说回到 她投其所好地 给所有人都带来了礼物 看得出来她很喜欢少爷 但少爷对她并不感兴趣 眼神一直紧追右眼 小庆留在别管 管家一直暗中留意着她 小庆在夏郡桌上 看到她写一首诗 诗句悲观爱线 比如 现在我们结束了 没有人肯倾听 我走投无路些 等夏郡放学回来后 小庆询问详情 以为她在学校 或者家里被暴力对待 当听说 这只是夏郡喜欢的 嘻哈歌手的歌词时 小庆疯了一口气 摸摸下去了头 之后她要陪着小郡吃饭 一直欣欣照料着孩子 宛如亲生母亲的模样 管家一直在不远处观察 看着两人和谐相处 管家慢慢觉得 是不是自己多虑了 小姑经营的连锁烘焙店 最近在网上评价变差 小姑没有质疑自己的能力 而是把怒气都撒到员工身上 她把个人们全部赶走 关上店门 抓起无辜的面包就砸 所有员工恭敬的站在她面前 应该她歇斯底里的发火 小姑的烘焙店撒泼 用面包杂志员的样子 被人拍了下来 上传到公司留言板 文章很快被删 但被害者又找记者 这件事对集团很不利 大家忙着给小姑收拾烂摊子 但同时大家也都对这件事见怪不怪 以小姑的性子早晚又出事 小姑很恼火 在家大发脾气 还不慎砸伤了老公的额头 她去找老夫人倾诉 母女俩一个性格 面对面一起转狂 老夫人叫她西秀 为领她去拦下这件事 因为记者点名说只见西秀一人 西秀给出的建议是 这种事情是拦不下来的 应该道歉 但是小姑怎么可能放下身段来道歉 所以只能西秀出马 为此还打破了 肖远家媳妇不能接受媒体采访这条规则 西秀去见记者 记者希望西秀能爆出猛量 来交换小姑的新闻 她很好奇 西秀结婚六年 或什么会有一个八岁的孩子 如果西秀能坦白 那么她就把小姑的新闻压下去 西秀把事实告诉记者 自己不是夏俊的亲生母亲 但她并不打算和记者做交易 一来这对夏俊来说是种伤害 二来时代已经变了 仗势亲人的富豪早就不存在了 至于报道 她爱怎么写怎么写 西秀再次回家和丈夫认识的过往 那时她已经在电影节上拿过奖 是舆论关注焦点 拥有了财富与名气的她 却觉得生活很空虚 她还想拥有爱情 一次在国外的一家餐厅 西秀遇到二儿子 二儿子一直偷看西秀 爱情的火花瞬间迸发 一开始西秀并不知道 二儿子的家境和身份 南方故意装作是贫穷的留学生 她也确实在书店里打工 西秀对此深信不疑 她从没有嫌弃过南方贫穷 甚至还产生过赚钱养的想法 结了婚 西秀才发现 这个家里没有人重视她 她为了工作放弃学业 成了她致命的缺陷 她靠自己得到的所有 在这里根本不值一提 可西秀一直保持初心 对于太阳的嘲讽 她选择回击 而不是忍气吞声 幸运的是 她还有和自己真心相爱的丈夫 此时老二正在狩猎 一个红衣女子骑着马靠近她 会不会就是曾经当过骑马运动员的小庆呢 晚上 二儿子回到家 和小庆在走廊遇到 简单聊了几句 小庆主动迎合 二儿子刻意躲避 两人很有可能 很早之前就认识 老大喝醉酒回到家里 对着书贤移植气势 还砸坏很多价值连城的物品 佣人们半夜出来 闹她睡在墙角 分了一番力气 才把她抗回房间 佣人们边收拾残局边聊天 诱言听到 有人说起少爷的可怜身事 她的商母还活着却无法相见 这让右眼想到 少爷房间里那张照片 书贤在丈夫这儿受了委屈 独自聊教堂 接受修女的催眠治疗 修女让她把自己的心 想象成了一个衣柜 书贤站在衣柜前 看到一件泼满颜色的衬衫 她忍不住哭泣 这是她年轻时候穿过的衣服 那时候 她和另一个女孩 穿着一样的衬衫 牵着手奔跑 青春四季 热烈又自由 女孩在书下亲吻她的额头 书贤那段偷拍视频里的另一个人 也正是这个女孩 现在的书贤虽然得到一切 也按着自己的意愿 将爸爸之前赠予的公司股份 全部卖掉 用于推广文化实验 她希望文化艺术 不再成为特权阶层专属 她投资的剧院落成 站在剧院内 书贤畅想着以后的美好画面 非常感动 但感动之余 又不禁想起 在树下和她谈话那个人 如此值得今年的时刻 那个人却不在身边 晚上少爷又敲开右眼的房门 想要和右眼换房睡 右眼不同意 但耐不住少爷一再恳求 右眼只好答应 不远出走廊尽头 有个人一直在偷看 看到少爷走进右眼的房间 而小庆来到老夫人的房间 老夫人一看到她 就开始惊慌害怕 二儿在忙完工作 又和小庆在走廊里遇到 擦肩而过的时候 小庆故意碰了碰她的手 肖远集团新任代表李氏的选举 结果出来了 竟然还是大儿子连任 这样所有人都倍感意外 老夫人听说了之后 倒是开心得不行 老大有些差异 能力背出的二儿子 为什么要把代表李氏的位置 让给自己 对此二儿子的回答是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代表李氏的位置 现在就该属于大儿子 但他用了现在这个词 是否意味着 他以后还会夺走这个职位呢 舒贤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那个无能的丈夫 能继续任代表李氏 听说这二儿子 在极力劝说其他李氏选择大哥后 舒贤更加不理解 他这样做动机了 舒贤叫来右眼 给了他一张一百罐的支票 请他日后在打扫房间的时候 多加留心 如果发现什么事 就向他汇报 包括少爷的房间 小青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给西秀端去一杯茶 以示安慰 毕竟西秀丈夫落朽了 西秀难免会不开心 谈及丈夫 小青问西秀 真的了解自己的丈夫吗 他眼中丈夫的样子 会不会只是丈夫有选择性能表现出来的样子 而不是真正的模样 这一提问让西秀有些措手不及 西秀也很诧异 为什么丈夫要把代表李氏的位置拱手让人 就算是为夏俊着想 也不该做这种主动让群的事情 二儿子解释 他其实是为了保护夏俊 他和夏俊一样都是私生子 如果自己当上了代表李氏 那么夏俊的身份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到时势必会引发争议 对孩子来说是巨大的伤害 这种痛苦他已经经历过了 所以不希望夏俊也经历这些 上一集最后说到 小青来到老夫人的房间 老夫人一看到他就开始惊慌害怕 小青对老夫人说着 已经如夫人所愿 帮大儿子当上代表李氏了 小青奇怪的还不止这点 他趁西秀不在 坐在他的办公室享受着女主人的感觉 这时西秀回来 小青联蒙起身 假装在找夏俊的教材 西秀有些不愿 但转而被老夫人的电话 转移了注意力 小姑在面包房欺负员工的事情 越挡越大 还上了新闻 老夫人派西秀去搞定记者 却没能阻止事态发展 当时记者想要用夏俊的身事 作为交换 来撤下小姑的新闻 西秀为了保护孩子没有同意 但在老夫人面前 西秀并没有提及这件事情 她一声不吭 承担着老夫人所有的冤情 没为自己辩解一句 西秀虽然不是夏俊的亲生母亲 但也只把夏俊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在这个家里 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 她也想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夏俊 而小姑被记者围追堵截 心里不爽了她 回到家和老夫人一见面 又开始吵架 母女俩简直是一个模子客传的暴皮剑 小姑最后把责任都推到西秀身上 觉得肯定是西秀平日里对自己不满 才故意不平息此次事件 舒贤去劝家 但她没有替西秀说话 因为她不想卷入纷争 舒贤甚至从来没有试着 站在西秀的角度去设身处地想一想 舒贤那边也打听到西秀曾经和记者见过面的事情 但听说西秀在整个萧远集团和夏俊之间 最终选择了夏俊 舒贤有些意外 也有些无奈 换成是她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两个轴隶的性格还真是天差地别 舒贤画廊里一个椅子形状的展品 被一熊孩子弄坏了 孩子解释到 她不明白旁边警务触碰提示语的意思 以为只是不能碰 而不是不能做 舒贤蹲下来笑着向孩子道歉 承认是自己的失误 没有把标识写清楚 随后舒贤让员工把破碎的椅子送去博物馆 并且为椅子钻写了一个故事 这和符合舒贤正在策划的复合文化空间的概念 很快被策划的椅子也伤了新闻 舒贤的为人厨师被大肆报道 她看着新闻 不知道这件事能否帮助小郭 平息舆论为节 紧接着舒贤要看到新闻 昔日的恋人崔秀志 现在已经是文明海外的艺术家了 舒贤看到她最近发表的作品 吩咐秘书去购买 还特意叮嘱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名义 也不要用画囊的名义购入 夏军放学回来 一直闷闷不乐 没有礼婚希秀 什么都不愿意和她说 希秀也因此有些烦闷 丈夫开导她 让她不要多想 现在有专业家教在 孩子不会有事的 希秀更加疑惑 以前丈夫明明说过 家教只能是家长的帮手 现在却让希秀完全放手 去相信小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转变呢 丈夫解释 因为小庆确实是全身心爱护着孩子 她是个很可靠的人 丈夫越是信任 希秀越是不放心 她对小庆总有一种奇怪的直觉 好像小庆在侵占自己的领地 丈夫见情况不对 马上将话题转移回夏军身上 希秀半夜醒来 发现丈夫不在枕边 她出门寻找 看到小庆半夜不睡 手在夏军床边 帮她捏脚 替她盖位子 眼神里满是温柔和关爱 晚上少爷睡不着 又来到了诱颜门外 诱颜不想再跟她交往房间 但这时不远处传来其他庸人说话的声音 慌了之下 诱颜把少爷拉进房间 气氛有些暧昧 诱颜有时被领班叫走 少爷独自一人领来房间里 在她返回时 少爷已经在她床上睡着了 无奈之下 诱颜只能去少爷的房间 但她在门口思考过后 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在外面游荡了一会儿 再次回到自己房里 坐在地上睡着了 少爷醒来时 看到诱颜就这样安静坐着 于是把她抱回床上 这一夜 两人共住一室 被佣人小红看到 小红还注意到 少爷总是有意无意地 看向诱颜所来的方向 于是向书贤报告 小红正是之前 举报领班偷偷录音的人 于是等到诱颜来自己房间时 书贤故意问她 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回报 诱颜阳装镇定 回答着没有 书贤提醒她 在这个家里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 所作所为负责 而向来和妈妈很亲近的夏俊 最近却越来越冷漠 西秀关心的询问 儿子是否遇到难题 夏俊没有回答 转身在小青的带领下 出门上学 相比之下 似乎西秀才这个家里的外人 西秀住上去 想亲自送夏俊上学 小庆闻言 把夏俊躲得更紧一些 西秀看了小青一眼 不由非说地拉走了儿子 把夏俊送到学校 西秀不放心地跟上前 让其他同学嘲笑 夏俊不是妈妈亲生的 西秀这才知道 儿子最近为什么事 才心情不好 夏俊在学校里受了委屈 也不愿意跟妈妈说 因为夏俊害怕 有些事不说破 还能维持原样 一旦戳穿 他就要强行接受 西秀不是亲生母亲的事实 西秀非常心疼孩子 找老师和其他学生家长 了解情况 原来是夏俊的一个同学 因为夏俊不是亲生的 就没有邀请他和西秀 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 但那个孩子是怎么知道的呢 多半和父母有关 西秀很快找到孩子的父母 直言对方教育问题的所在 难道是想孩子 从小被踢上校园霸凌的标签吗 对方家长孩子逞强嘴硬 而其他家长 在和西秀见过面之后 纷纷给这位家长发信息 表示不能如约参加生日派对 对方家长没想到 西秀会把事情做到热诚度 西秀表态 只要他的孩子向夏俊道歉 一切就当做不曾发生 此时夏俊正在上马术科 却突发意外 马匹失控 跑出了内马场 情急之下 小庆其让一匹马追逐 救回夏俊 当小庆抱着夏俊滚落在地上 还不忘用手 扶着夏俊的脑袋 小庆自己也因此受伤 夏俊不明白 家长老师为了如此疼爱自己 甚至做出了妈妈才会有的举动 小庆和夏俊约定 今天的马场意外 就当成是他们之间的秘密 回到家里对谁都不能提及 夏俊此种诺言 对父母只字不提 转身回来房间 西秀不想追上 被小庆拦住 他希望西秀可以去参加 今天的英语营说明会活动 而他想陪在心情不好的夏俊身边 西秀终于被惹闹 他提醒小庆要注意分寸 不要越界 小庆却不避讳 傍然顶撞 无论西秀对孩子都好 都不是来自亲生母亲的关爱 西秀结婚才六年 孩子却八岁了 夏俊不是西秀亲生的 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谁都无法否认 对孩子隐瞒 不一定是在帮助孩子 只是抱不住火的 夏俊总有一天会知道 可亲生母亲已经死亡 难道要向夏俊如实相告 小庆却饶有深意的说着 万一还活着呢 西秀冷卓 心里的疑郁越发挥之不去 小庆继续追问西秀 是否珍惜爱护夏俊 听到西秀肯定的回答 小庆情绪有些激动 口口而出一声谢谢 西秀瞬间呆住 西秀越想越不对劲 想再让小庆休假 小庆丝毫不听同吩咐 以照顾夏俊为由拒绝西秀 刚好这一天 修女也在 西秀只能妥协 但小庆说话的语气 让修女想起一个女人 以前一直给教会捐款 但从来没有露过面 生一个小庆非常相似 小庆转而来看望夏俊 阻止他听西秀送的光碟 他饱含深情的看着孩子 再也按捺不住情绪 拥抱孩子 还送了一条象征好运的项链给夏俊 这条项链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现在又回到了夏俊手上 一番话直指他与夏俊的关系不一般 接着小庆换上一身张扬的红裙子 杀到欺负夏俊那位同学家里 二话不说就朝男孩妈妈删了几巴掌 另一边又延思虑再三 把支票还给树贤 树贤没有收下 毕竟又延很快就能用到这笔钱 然后让佣人小红 把他看到的事情原封不动的 报告给老夫人 少爷晚上有事要出门 可以跑来告知又延一生 自己晚上不在家 又延却反应平淡 少爷有些许失望 又延提醒少爷 他们还不是朋友 没必要试试宝贝 少爷却调皮的回答 他可没说过要当朋友 没多久 小庆去找孩子家长一事 传进西秀的耳朵 西秀终于爆发 小庆正面与之硬刚 暗讽西秀 亲生母亲碰到孩子被欺负 不过像西秀这样理性应对 言下之意是在质疑西秀 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 可小庆不过是区区受雇余人家教 现在做的事情已经完全越界 如果再继续这样 西秀会重新考虑 是否还要继续雇佣她 另到可能会被解雇 小庆终于低头道歉 不过说真的 正常情况下遇到这种家教 不是该果断换人吗 上集我们说到小庆杀去夏俊同学家里 连山同学妈妈好几个耳光 西秀得知此事连夜感觉道歉 她再三解释 没有指使家教老师打人 只是家教过于忠心 才会做出打人的举动 但对方根本不信 如果没任何人指使 一个家教老师 可不要做到这种程度 小庆那凶狠的技 就好像她才是夏俊的母亲 家长要求小庆向自己下规道歉 同时自己所说的耳光 也要反光回去 小庆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她愿意下规道歉将此事解决 晚上小庆在小到尽头等二儿子回来 等到后两人肩并肩走在路上 这一幕却被男仆不小心撞见 一大早小庆再次去找同学家长 诚诚地向他道歉 家长得理不饶人 眼看着道歉没用 小庆表情突变 来之前她已经查到 家长以前是夜场的头牌 并不是什么花意识 她捏造了身份才嫁入妇人家 如果她再敢如此叫嚣 小庆会向她的孩子曝光 妈妈以前的直言 小庆甚至怒吼着 要是你再敢因为 嫉妒我儿子成为的优异 而耍这种恶劣手段 我就会毁了你的孩子 看来小庆果然是 夏庆的亲生母亲 她以家教身份来到这里 只未能再报告下去 但人本是贪心的 当她触摸到孩子时 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爱 与战友欲 根本难以抑制 也无法得到满足 余人小红看到少爷 在幼岩的房间里过夜 向书贤打脚报告 书贤命她将此事转告老夫人 暴脾气的老夫人得知后 气得直接动手打幼岩 卑微的女佣 竟然玷污了孙子高贵的房间 西秀劝住老夫人 看着哭到不止老夫人 西秀把幼岩带走 温柔地帮幼岩处理脸上的红肿 问清了事情真相 喜就理解他们的处境 附加少爷和贫寒的女佣 对方的房间竟成了彼此的安身之处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少爷回到家里 听说幼岩被打 还被老夫人赶出家门 少爷有些担心 急忙出门寻找对方 此时幼岩回到了修女那里 修女高贴他 千万不要对少爷有私心 没过多久 少爷就找上门来 外面下着大雨 少爷全身石头 修女用同样的话 劝说少爷 到此为止 对他们俩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少爷执意要见幼岩 幼岩却已经悄悄离开 没有找到幼岩 少爷回家向树贤摊牌 他会把幼岩带回来 树贤拒绝他的请求 他现在该准备和未婚妻临礼结婚 树贤不想眼睁睁的 看着少爷走上这个家里 所有男人的老路 同时拥有两个女人 但少爷还是很坚定 他一定要把幼岩带回来 少爷在庭院里发呆 满脑子想的都是幼岩 男婆路过得知少爷的心事 他说起幼岩因为父亲欠高利贷 负债累累 连吃住都成问题 所以才来这里当幼人 至少能解决住宿问题 每个月还要把赚的钱 全部拿去补贴家用 少爷听后更加心疼 男婆八卦地问少爷 是不是喜欢幼岩 喜欢就追不要犹豫 为了给少爷助攻 男婆还主动请应 去打听幼岩家的住址 很快少爷得到地址 来到幼岩家 一进门见到幼岩的弟弟 但他的家人 好像不知道幼岩在国内 弟弟告诉少爷 幼岩在美国一家大公司工作 收入很高 马上就能带全家搬离这里 小婧在主管和老夫人不期而约 老夫人远远地看见小婧 就开始紧张 还依稀记得小婧的警告 大儿子担任理事 只是暂时的 请不要吊以轻心呦 身后的佣人注意到老夫人的不对劲 于是向书贤报告 此外佣人还打听到 小婧和二儿子经常一起在庭院里 气氛有些微妙 书贤感觉到小婧这个女人不简单 于是叫了几个别管的佣人来问话 小姑的面包事件影响恶劣 她查看新闻才知道自己被罢免 萧远烘焙的经营权暂时交给二儿子 气不过的小姑又跑来撒泼 她把火气全部撒在西秀身上 要是当时西秀的南下那篇报道 根本不会发生之后的一连串事情 刚才没有忍气吞声 她效仿小姑的方式破口大骂 说小姑无知 没教养 精神有问题 还牵连公司和西秀的形象都受到影响 小姑被骂懵了 西秀又马上转换情绪 告诉小姑 刚才她只是在演戏 还笑着问小姑自己模仿的像不像 像 超级像 以至于小姑也觉得 刚才西秀精神似乎有问题 西秀派人去调查小庆的底细 小庆做家教和保姆多年 对自己召开的孩子是出了名的关系和负责 但西秀始终觉得心里流到坎或不去 要说负责 那小庆对孩子未免负责过度了 甚至超出了一个家教该有的程度 之前西秀问过小庆 她是怎么知道夏俊同学家的地址的 当时小庆回答 她问了西秀的司机 所以西秀特意提醒司机 以后不要把自己去过的地方告诉别人 没想到司机却回答 她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 这让西秀越发起疑 小庆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西秀主办的自闭症儿童画展 如期举行 夏俊同学和她的母亲也来了画展 西秀拉着丈夫 想上前向家长道个歉 没想到家长完全没了 之前盛气凌人的气势 一见到西秀就笑着打招呼 西秀一转身 丈夫突然不见 此时二儿子正和小庆待在一起 借着干杯的时间 偷偷摸摸小手 你弄我弄 这种小细节被进门的舒贤注意到 后来两人转站到楼梯街机位 吻得难舍难分 连西秀打了电话 丈夫已直接无视 舒贤看到一幅作品 被困在窄门里 哭泣了大象 他很受感动 不经意间湿了眼眶 每个人都经历过那样的时刻 像这头大象一样 被困在门里哭泣 无法随心所欲 这幅画告诉人们 要顺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事 而西秀通过修女得知了 幼颜的去向 他站在这幅画前 拨通少爷的电话 把幼颜的地址告诉他 并且鼓励他 要听从心里的声音 修女在画展上又遇到了小庆 他始终觉得小庆的声音很熟悉 好像是慈善团体 日新会的一员 是由最上流阶层12位资助人 成立的单亲妈妈援助基金会 修女翻了翻名册 里面并没有小庆的名字 但修女记得 那个从未露过面的资助人 她的名字叫李慧珍 而不是小庆 少爷按照西秀给的地址 找到幼颜打工的快餐店 还没到幼颜上班的时间 少爷都在店内等待 好不容易派来了幼颜 但幼颜态度冷淡 压根不想理他 少爷只好点了份快餐 一直到餐厅打样 其实幼颜也很舍不得那份工作 但是他有自尊心 也会嫉妒和难过 少爷向他保证 只要幼颜重新回到那个家 自己不会再打扰他的生活 少爷送幼颜回家 他一直在幼颜背后默默跟着 也不说话 打算一直跟到幼颜原谅自己为止 为了让幼颜出界 他任由对方打骂 幼颜心软了 他没有打少爷 反而露出微笑 这一笑也表示 他终于原谅了少爷 二儿子父子俩一起游泳 小庆也穿着泳衣陪同在一旁 不自家嬉戏 小庆的岸边给他们拍照 这画面像极了一家三口 西秀见到这景象 心里很不知滋味 打断了这看似和谐的画面 老二也察觉出了 两个女人之间不寻常的氛围 西秀把小庆叫走 请他主动辞职 因为小庆的所作所为 已经让他开始感到不舒服了 回到卧室 西秀委婉地问起丈夫 有关夏俊亲生母亲的事情 从丈夫口中西秀得知 夏俊的亲生母亲已经车祸去世了 她以前是驱马师 也是丈夫的马叔教练 当听说西秀让小庆辞职时 丈夫有些生气 指责西秀因为个人情绪而开除小庆 片刻 丈夫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 找了个借口不让西秀怀疑 但还是惹得西秀心里不舒服 小庆开始收拾行李 看她的表情显然纷纷不平 准备离开前 她先是给舒贤打电话 表示自己惹西秀不开心 想要辞职 舒贤尊重西秀的决定 没有出面解决此事 内心气愤的小庆 又发信息给二儿子 抱怨西秀赶她走 诱颜跟少爷回到了豪宅 少爷特意去告诉老夫人 还把诱颜带回来了 往后老夫人不能再为难诱颜 也不要殴打家里任何一个人 不然她又拒绝和林林的婚约 第二天 舒贤问老夫人 是不是早就和小庆认识 小庆到底是什么身份 老夫人吱吱吾吾 难以启齿的样子 夏俊起床 发现家庆老师被赶走 她生气的质问西秀 为什么要把一个好老师赶走 小庆还为了救她 从马背上摔下来 不仅没有得到奖励 还未赶走了 这件事情西秀是不知情的 于是她调出马场监控 看到夏俊发生危险时 小庆起码追上前救孩子 小庆精湛的马术 加上丈夫的一系列怪异表现 还有丈夫曾经说过 夏俊的亲生母亲 是她的马术教练 这一切联系在一起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西秀赶回家里 小庆已经整理完行李 准备离开 西秀将她拦下 决定把她留在家中 暗中观察 少爷的未婚妻林林来到家里 看着两人般配的样子 又延却只能在旁边拎包 少爷看出她的不开心 只能无奈地告诉她 这就是她的生活 又延明明不高兴 但还是对少爷说 她和未婚妻两人看起来很般配 舒贤看到又延重新回到豪宅 一想便吃 是西秀把又延的去向告知少爷 西秀没有否认 因为她明白 少爷和又延是互相喜欢 她只是希望相爱的人能在一起 舒贤告急她 不要太天真 少流社会中 不是每个人都能如西秀般 再开爱情 与其让少爷和又延痛苦 不如快刀斩乱吗 并后悔着当初不该雇佣又延 聊到这个话题 西秀也有话要说 真正不该雇佣的应该是小庆 小庆是李夫人介绍给舒贤的 虽说是舒贤一手把她招进来 但舒贤也并不知道她背后的故事 看着西秀心事重重的样子 舒贤把看到了一些事联系在一起 老二和小庆亲密的样子 老夫人听到小庆名字慌张的样子 看来小庆这个人真的不简单 舒贤也开始背地里调查小庆 她想到儿子八年前随过骑马 便特意去麻场打听当年那位马术教练 舒贤探听到 那个教练名叫李慧珍 至于更多的资料 要翻翻教练档案才能查到 如果查找到相关信息 会第一时间通知舒贤 西秀去拜访李夫人 李夫人不在国内 所以由管家代为接待 因管家说 小庆在李夫人家待了五年才辞职 在那之前则一直在李夫人姐姐处做家教 因为孩子们基本都在国外上学 所以过去十年间 小庆几乎也一直都在国外 西秀看了看小庆和孩子们的照片 照片里小庆和孩子们留在一起 十分机密 管家也一直夸奖小庆 不光工作能力强 对孩子们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从时间上来推测 小庆不可能是夏季的生母 西秀暂时松了一口气 可能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吧 但西秀不知道的是 真正的家教其实另有其人 小庆只在两张合照里出现过 其他照片里的家教都是另一个女孩 西秀跟修女分享关于小庆的心事 修女劝她再多观察一段时间 并饶有深意地说着 属于上流社会的你会如此多虑 也是情投可原 因为在这个圈子 大家习惯性说谎 把活的说成死的 把假的当成真的 自从右颜说了一句 少爷和未婚妻很般配 少爷对这句话耿耿于怀 特意把右颜叫到自己的房间里 问她真实的内心想法 再三追问之下 右颜终于承认自己喜欢少爷 但是她从没有想过 要从少爷处得到回应 两人自始至终都是不会相交的平行线 她会整理好自己的感情 毕竟她也很需要豪宅这份工作 舒贤看到右颜从少爷房间里出来 特意去提醒少爷 开除右颜的人是她 不是老夫人 少爷作为宵远集团长孙 要明白自己肩负着什么 不要再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 不然她会让右颜再次离开 别管的管家在夏郡房间里 发现了小婧送给她的那条项链 夏郡把项链小心地藏在盒子里 管家旁敲侧击地询问 夏郡才告诉她项链的来历 并说小婧交代她 不要把这条项链的事情告诉西秀 得知此事 西秀再次找到小婧 小婧对此解释时 她送项链给夏郡 是想保佑夏郡不再受伤 至于为什么不让夏郡说出去 就是怕西秀知道后 或像现在这样反应激烈 并诉说着自己对夏郡的爱 这解释西秀完全无法接受 但又不能开除她 只能留在身边自作自受 一位记者找到小姑 想请她帮忙证实 夏郡非西秀亲生的事实 记者已经知道了夏郡的身世 只要有家属肯作证 她就可以将其报道出来 小姑因为西秀没有帮自己摆平记者而生气 眼下这倒是个报复的机会 岩又回到豪宅工作后 想把之前书贤给的钱如数分还 书贤没有收 而是提醒她别忘了身份和分寸 也不要为了做一些别有目的的事情 而丧失尊严 作为一个庸人 她收下钱 然后保持和少爷之间的距离 是她唯一可行的出路 书贤把西秀叫到主管 她已经知晓西秀最近在担心 小庆就是夏郡的亲生母亲 虽然西秀一直在调查 但却一无所获 西秀对夏郡的生母感到好奇 但在这个家里 只有老夫人见过孩子的生母 那时夏郡还没出生 那个女人怀着孕 直接找上门来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老夫人痛恨私生子 不肯接纳她 把她拒之门外 后来在老夫人的监视下 做了亲子鉴定 之后 那个女人抛下夏郡 独自离开 回过多久就去世了 但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西秀连夜去找老夫人 老夫人一听西秀来意 就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显然是知道些什么的 但不肯告诉西秀 西秀走后 老夫人赶紧照出夏郡生母的照片 撕着粉碎扔进垃圾桶里 老夫人呼叫领班来处理垃圾 领班注意到了垃圾桶里的这堆碎片 与老夫人聊完 西秀趁小庆不在 拿到了她的书子 想去做亲子鉴定 但是到临头又犹豫了 把夏郡的牙刷放回原处 西秀想去问问夏郡 有关相恋的事情 夏郡一改以往的温顺董事 根本不愿意和西秀沟通 还百般维护小庆 请西秀离开房间 这让西秀更加生气 这时她在书房 无意间看到丈夫骑马拍照片 她的脖子上戴的 正是小庆送给夏郡那条项链 此时盛装打扮的小庆 来了酒吧和二儿子优惠 情人之间 甜蜜的氛围没有持续太久 一提起夏郡 表面的恩爱就被撕碎 小庆再也不想忍耐下去 她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包括孩子和男人 但二儿子不希望小庆惹出麻烦 她只想让小庆继续 以家教身份留在身边 本本纷纷的照顾夏郡就好 她同意让小庆来做家教 不是因为她对小庆还有感情 而是因为小庆生母的身份 如果生母和养母 能同时照顾夏郡 对夏郡来说是件好事 与小庆家外面 二儿子领了一袋钱 来到一座隐秘的打场 她扔下那袋钱 看着两个男人 在自己面前为了钱而厮杀 场面越血情 她就越兴奋 回到家里 又装回温柔体贴的丈夫 西修已经等候她多时 拍门见山的 问了有关项链的事情 二儿子随便找个理由搪测 西修说出了 这些天来她的担心和猜测 二儿子安慰她 夏郡的生母早就死了 就算还活着 她也不可能让生母 再回到夏郡身边 最后西修问了夏郡生母的名字 二儿子回答她 那个女人名叫李慧珍 没过多久 新闻报道了 西修并非夏郡的生母 连同少爷的身份也被一并扒捉 一时间整个萧原家族人心惶惶 小姑看到新闻也愣住了 虽然记者找过她 但她并没有许可记者发布这篇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舒贤马上派人去查写报道的记者 以及她的信息来源 这次她要追查到底 夜晚下了大雨 幼颜没有带子 匆匆找到一个地方避雨 没想到又偶遇少爷 少爷看起来有诸多烦恼 少爷说着 最近她又开始失眠了 因为她满脑子都是幼颜 说完她低头吻了右眼 另一边夏郡失踪了 从放学后就不见人影 同时小庆也消失不见 西九独自开车外出寻找夏郡 二儿子回到家 通过管家才得知 西九外出 管家还告诉二儿子 一个更令人担忧的消息 西九怀孕了 所以她现在独自在大雨中开车 非常危险 此时马场教练也给舒贤传来回信 之前舒贤委托教练去找李慧真的档案 教练并没有找到 按规定 马场教练的档案 需要至少保存十年才会被销毁 但不久之前 李慧真本人亲自向他们提出销毁档案的要求 所以档案现在已经不在了 听到这 舒贤终于确认 那个传说中已经去世的夏郡生母 其实还活着 而之前 修女跟李慧真发邮件 感谢她一直以来捐款 并邀请她前来参加午宴 而查看这些邮件的女人正是小庆 夏郡失踪 怀孕的西袖 不听二儿子劝阻 冒雨开车 小庆供无归来 才知晓夏郡不见了 二儿子则怪于她 一个口口声声说着爱夏郡的人 不光没有照顾好她 还向记者爆料夏郡的身世 原来向记者爆料的人就是小庆 而二儿子已经知道此事 舒贤也了解了小庆的真实身份 她把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 夏郡的生母以家教的身份回来 二儿子和老夫人都是知情的 但一直装作不认识小庆 理事会选举时 二儿子极力劝其他理事投票给老大 最后老大连任 这背后肯定少不了小庆和老夫人的处理 老夫人为了让自己儿子连任 让二儿子帮自己 作为交换 她会隐瞒小庆的真实身份 这样一分歧 舒贤也明白了 自己跟西秀被二儿子和老夫人耍了团团转 同一天晚上 老夫人的孔雀也不见了 在夏郡上前下落不蒙的关头 老夫人还派了一大群幽人去找孔雀 舒贤告诉她 此时最应该关心的是夏郡 老夫人看起来却丝毫不担心的样子 幽人们到处去找孔雀 最后找到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孔雀飞向高空的一幕 孔雀从金丝龙中逃脱 飞向了广阔自由的天空 幽人们望着这景象 不知不觉的露出了笑容 西秀继续在雨中开车寻找 她在路边看到夏郡最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信息 料想孩子可能去看演唱会了 西秀一路找去 终于找到了夏郡 而小庆拖来去查夏郡的定位 得到结果后 也赶到演唱会场馆 她刚到就看到西秀搂了夏郡离开 二儿子回家后 不由分说的就要体罚夏郡 惩罚她不跟家里说一声 就跑去看演唱会 西秀把夏郡护在身后 二儿子方才作罢 晚上西秀抱着夏郡 陪着她睡在小房间里 小庆看着他们母子相拥的画面 心情十分复杂 嫉妒 愤怒 悲伤 自责 同时也感激西秀爱护自己的儿子 到最后占据她内心的 只剩下要夺回属于自己一切的决心 豪宅主管中有一间地下室 里面藏着老货长的无尽财宝 包括本来要送给西秀的那条蓝宝石项链 老夫人一直觊觎着这条项链 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打开地下室的门 这天夜里蓝宝人偷溜进来 没想到用玻璃吸盘 轻而易举的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最困难的问题 往往用最简单的方式就能解决 而小庆趁西秀暂时离开夏郡卧室的空档 走进房间和夏郡一起躺下 过了一会儿西秀回来 小庆没有躲藏也没有解释 就这样和西秀对峙着 并公然挑衅西秀 二儿子出现打断两人的对话 他陪着西秀回到房间 现在西秀怀孕了 二儿子对西秀更加关心 并表示会按照西秀的意愿将家教辞退 说完俯着西秀睡下 小庆一脸不满的等在房门口 打算把所有事情告诉西秀 二儿子提醒他 西秀已经怀孕 他不希望妻子受到任何刺激 况且夏庆的生母早因车祸去世 现在小庆只会是一名家教 在身边照顾好孩子就行 不要在店间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最讨厌的就是贪得无厌的女人 小庆又愤怒不甘心 他外出飘车 在开出大门时 无意间撞见两个仆人偷偷摸摸地离开 其中一个正是偷了无数财宝的男仆人 小庆没有多问开车离开 他心如刀割 自己并没有死 为何跟儿子近在咫尺 却只能以家教身份陪伴在身侧 而他曾经深爱的男人 却对他如此冷漠 男仆人把蓝宝石项链拿去典当 但典当行老板告诉他 这系列钻石上面特有号码 是无法出售的 要是拿去卖会马上被警察逮捕 他们本以为偷到知识无人知晓 没想到领班暗中布置的摄像头 拍下两人偷东西后潜逃的画面 领班看过视频打电话给他们 却两人趁主人们还没发现时赶快送回来 不然他就要报警了 女仆人听了更加绝望 好不容易偷到东西逃走 还没换到钱 要是回去肯定会被领班当奴隶使唤 而书前思考过后去别馆找西秀 西秀迫不及待的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他 西秀已经确认了自己对夏军的爱 即使有了另一个孩子 他也不担心自己对夏军的爱会减少 所以是时候迎接一个新生命了 看着西秀幸福的样子 书前把原本想说的话又验了回去 小姑和舅妈就在一起聊八卦 刚说到最近老大好像很乖 没有惹事 话音刚落就看到老大的小三 来咖啡店找一个服务员闹事 原来这个服务员最近都搭上老大 小三叫一小四 女人可不能年纪轻轻就干这种勾当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真够讽刺的 而小姑和舅妈两人在一旁愉快地吃热瓜 书前去找修女 她已经知道了小青的秘密 但是她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西秀 西秀现在怀着孕 不可能承受任何刺激 但如果现在不说 日后她知道了将会感受到加倍的痛苦 修女问书前 如果是她 会在扰人的真相和成辈的痛苦之间 做何选择呢 书贤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不给西秀再去麻烦 她去找二儿子 劝她趁早向西秀坦白 然后让西秀自己做出选择 二儿子却突然提起书贤的兴趣向 看来她对书贤早就调查过一遍 二儿子对做肖远集团的会长不是没有野心 她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书贤 如此一来 他们俩在对方手里和我有一个秘密 可以彼此制衡 二儿子对书贤的忌惮不是没有原因的 很久之前 在老会长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二儿子曾无意间听到老会长和书贤的一段对话 老会长对书贤的工作能力给予肯定 还将她视为肖远的接班候选人 老夫人叫来大儿子 告诉她夏郡的亲生母亲不仅没死 现在就在这个家中 她就是夏郡的家教小庆 老大能顺利当上代表理事 就是因为自己用这件事和二儿子做交易 让二儿子在背后支持她 但现在西九怀孕了 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大儿子听后整个人都惊呆了 自从少爷和右颜互相确认心意 整个人都洋溢着甜蜜的气息 然而是不时庞若无人的对视 一不小心被大儿子察觉 有时少爷想右颜了 就去敲响他的房门 只为互相道一句晚安 而另一边 安心养着他的西九也没闲着 他查到了写报道的记者 但不知道记者的消息来源 其实只要起诉就能全部查清 但西九不想起诉 他会让事情闹大 但西九又不愿意就这样善罢甘休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调查 没多久 小庆给二儿子和西九发来信息 表示自己愿意离开 但走之前还有话想说 就这样 他把两人先后遇到停车场 小庆想要西九看到自己和二儿子亲热的画面 二儿子眼尖 看到西九走来 让小庆躲起来 自己则下车把西九挖走 就这样勉强逃过一劫 既逢失败 小庆收拾好行李 连夜离开 一二天 西九看到他的房间已经空了 舒贤去修女那里接受催眠治疗 其实比起治疗 他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聆听自己的人 在修女这里 舒贤第一次把自己最难以歧视的爱和痛苦说了出来 还有一个爱人 名叫崔秀智 两年前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对方 即使过了两年 他的感情丝毫没有减少 但舒贤知道是时候放手了 将心事说出之后 舒贤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他回到家 正好撞见大儿子与情人视频 舒贤满不在乎的从他身边走过 倒了杯水 回到房间 虽然两人有名无识 但生活这么久 大儿子一眼看出舒贤有心事 他来到领班房间 想问问他是否知道舒贤最近的烦恼 刚进门 就看到领班偷偷实戴蓝宝石项链 这下好了 他要进黄河一起不进了 原来早上 男仆人回到豪宅 送回偷走的项链 晚上趁私下无人 领班偷偷实戴 没想到就被抓个正着 小青走后 夏军问爸爸 他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 二儿子意味深长的说着 夏军的生母已经去世 就像二儿子自己的生母 也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夏军已经有一个 疼爱他的母亲西秀 过不了多久 也会多一个弟弟或妹妹 回到家 夏军拱着抱住西秀 让他不要丢下自己 还说着自己有多爱他 妈妈对他来说就是唯一 是他在全世界最爱的人 很快西秀派去调查的人传来消息 向记者爆料的人名叫李慧珍 西秀听后大吃一惊 丈夫曾说过 夏军的生母叫李慧珍 这代表夏军的亲生母亲还在释样 另一边 舒贤一直犹豫着 该不该告诉西秀真相 一方面 他要把柄落在二儿子手里 另一方面 他要不忍欺骗 善良单纯的西秀 最终舒贤下定决心 推到全天的行程去找西秀 他把夏军生母李慧珍 就是小青的消息告诉他 西秀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就看到一辆车在面前停下 小青回来了 他趾高气昂的告诉西秀 他就是李慧珍 同时也是西秀所在的慈善团体 日新会的一员 他之所以隐姓埋名回来 就是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包括孩子 而今日 他是受邀前来参加日新会的聚会的 西秀受到打击 身体耻不住颤抖 舒贤担心地将他带离现场 握住西秀的手 给予他安慰 西秀住进医院 舒贤交代他好好照顾自己 千万不能软弱 他会先去见李慧珍一面 试探他的口风 身为当家女主人 舒贤不准任何人 在没有自己的允许下 就擅自闯入 在此之前 舒贤去找老夫人的管家 了解情况 问清真相之后 舒贤马上联系律师 要求传唤管家 和真正的小庆作为证人 证明李慧珍伪造文书 和诈骗一事 舒贤一直忙碌着家里的琐事 在路边看到一个熟悉身影 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爱人秀智 只远远地看着 舒贤就已经忍不住落泪 秀智给舒贤打了个电话 舒贤看着手机屏幕上亮起了名字 却不敢接通 之前男仆人偷走了蓝宝石项链 落到了领班手里 没想到在试带时被大儿子发现 大儿子没有声张 只是让领班带自己打开了地下室的入口 令人震惊的是 除了金银采宝之外 在地下室里还有一个秘密通道 在通道下面是一个布置温馨的房间 里面藏满了老会长和他心爱之间的回忆 舒贤找到真正的家教小庆 小庆是在国外遇到李慧真的 了解李慧真的故事后 非常同情他的遭遇 所以才答应和他互换身份 帮助他夺回孩子 李慧真主动来找舒贤 舒贤让他在待客室先等后 领班则是一脸看热闹的表情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夏静的生母是谁 先前他收拾了老夫人垃圾桶 发现了被撕碎的照片 将其拼揍一起 正是李慧真和二儿子的合照 舒贤看到领班这副表情 猜到他多半是准备要偷拍了 舒贤无情地戳穿他的小心思 领班立马打消了偷拍的念头 李慧真这次可以来拉拢舒贤 想让他站在自己这边 帮自己夺回孩子 毕竟他帮助舒贤丈夫当上了公司代表 舒贤淡定自若地回复 李慧真冒用小庆的身份来做家教 这已经是违法行为 一个罪犯竟然妄想跟财法斗 简直痴人说梦 他会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哪怕会伤害到知情的老夫人和二儿子 大家都是成年人 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李慧真不愿离开 还想着去接夏军放学 舒贤质地有声地告诉他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待在这个家里 在此之前 李慧真还给二儿子打过电话示威 表示西秀已经知道真相 二儿子为对方的自作主张感到气愤 马上下达命令 禁止他进入家里 此时的西秀非常痛苦 比起李慧真隐瞒身份 更令人难过的是朝夕相伴的丈夫 也在欺骗他 在明知家教真实身份的情况下 允许他进入这个家 还帮他掩盖身份 甚至骗西秀说夏军生母已经死了 丈夫回到家里 面对西秀的质问 她解释道 和李慧真只是在骑马时短暂的交往过 后来慧真生了孩子 过了一段时间又死了 这些事情 她都是通过老夫人指控才知道的 根本没有亲自求证过 家教刚来到家里时 她也完全没认出来 她和李慧真只是露水情缘罢了 在她心里 西秀就是夏军的亲生母亲 二儿子毫不愧疚的说着这些话 西秀更加混乱了 只想一个人静静 请丈夫离开房间 心烦意乱的二儿子来到庭院 迎面撞见书贤 书贤二话不说 赏了他一巴掌 书贤表示 会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西秀守护这个家 毕竟李慧真是他一能入室 所以他会为此负责到底 那些烦闷的二儿子又来了格斗场 看着别人为钱四渣 他内心一阵爽快 而书贤开始对这个家进行清理 曾经他在领班手里 看到对方偷拍自己和秀智 待在一起的视频 而巧的是 二儿子也知道他和秀智的事情 并拿这件事来威胁他 两件事连起来看 书贤猜到 领班肯定经常偷拍自己 然后向二儿子打小报告 领班被看穿之后 内心一阵恐惧 跪地求饶 只要书贤有需要 他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书贤让领班做第一件事 就是人事调动 将主管和别管的部分工作人员对调 右颜被换到别管 而李慧真则调到主管来 书贤要把他安置在自己身边 严加看管 领班呼叫所有佣人 宣布了人事调动 少爷听到右颜要被换到别管 坚决反对 书贤就在不远处看着 为了不惹事 右颜立马表态 愿意接受夫人的指示 书贤看到少爷为了右颜 一次次失控的样子 想要劝他清醒一点 少爷已经认定右颜是他喜欢的人 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幸福的他 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右颜 而且他坚信 自己不会成为父亲那样的男人 书贤理解他的感情 但是光靠感情是没用的 这样下去 他和右颜都会变得很不幸 所以不如快刀斩乱麻 书贤告诉少爷 他的劝告并不是在拆散友情人 而是站在右颜的立场去思考问题 修女来要别管看望西秀 通过这次 西秀充满恐惧 这个家让他混乱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他想离开 但是又担心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爸爸 担心下去没有妈妈 修女鼓励他勇敢起来 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听了修女一番话 西秀约李慧珍面谈 当西秀绝望的是 李慧珍回来根本不是为了复仇 他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夺回夏郡 身为一个母亲 他害怕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再也见不到夏郡 所以他要带走儿子 为了守护夏郡 西秀甚至做出妥协 只要能让夏郡留在自己身边 他愿意把丈夫让给李慧珍 大儿子最近也有心事 去找修女排解情绪 一直以来 他和二儿子都被父亲区别对待 他终于明白原因了 因为老会长真的很爱二儿子的生母 甚至不惜建造一个地下室来纪念他 而相比于自己 二儿子更像父亲一些 大儿子觉得自己很孤单 在这个世上没有人能理解他 舒贤去病房看望婚名中的老会长 舒贤想起 以前老会长问过他 到底为什么会和大儿子结婚 舒贤回答 对他来说和谁结婚都无所谓 当时老会长坚定表态 二儿子绝对不会成为 萧远集团的继承人 舒贤在这段婚姻里 也一定能得到好处 理事会将于下个月再次举行 二儿子这次不回家账簿 急不可耐他 准备召开紧急理事会 但当务之急是赶走李慧珍 二儿子现在很后悔 当时让李慧珍来做家教 把家里搅了一团乱 他警告李慧珍赶紧走人 不然这次可能真的会丢了性命 只要他愿意离开 要多少钱都可以 毕竟六年前 他是为了钱离开的 昔日的情人在另一面前 很快撕破脸 二儿子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情 李慧珍更加觉得冤枉 怀孕生孩子时 他遭到校远家族的不公平对待 现在又被孩子父亲当成了累赘 西秀带夏俊去吃炸鸡 母子俩一起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 西秀告诉儿子 虽然夏俊不是从他肚子里生出来的 但两人是注定要成为母子的 夏俊回复道 他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这句话让西秀有些疑惑 夏俊难道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吗 夏俊终于承认 亲生母亲陪他一直到三岁 虽然他不记得生母长什么样了 但他记得生母身上的味道 当他从马背上摔下来 家教抱着他的时候 夏俊就认出来 他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夏俊哭着求西秀 能不能不要讨厌家教老师 也不要赶走他 此时李慧珍想去别馆看夏俊 但被拦在门外 二儿子已经下令不允许他进入 他就这样坐在外面等候 一直等到夏俊和西秀回来 这才得以回到豪宅 李慧珍告诉西秀 他能来这里当家教 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二儿子允许 老夫人也知道此事 这与丈夫所说的截然不同 李慧珍看出西秀的心思 指出西秀太天真 还一语道破渣男的理由 他肯定说我们是一夜情 所以不记得我的长相 李慧珍彻底戳破二儿子谎言 他和二儿子两年前重逢 旧情复然到现在已经两年 李慧珍以为二儿子真的爱他 所以一开始想要把二儿子 孩子一起抢走 但自从西秀怀孕 他就彻底被抛弃了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 二儿子说的鬼话 西秀彻头彻尾 都被这个虚情假意的男人骗了 西秀大数刺激 他无法相信 一直信任老公却有两副面孔 紧急理事会的消息传出来 二儿子已经向理事会透露了 自己想当代表的意愿 小姑得知此事 马上转达给大儿子和老夫人 冷静下来之后 西秀却找老夫人询问真相 老夫人告诉他 让李慧珍变成死人 其实是二儿子意思 当时二儿子已经在和西秀交往了 所以想出这个谎言一两百两 不仅如此 李慧珍来坐家教之前 二儿子就找老夫人通知这件事情 他以保大儿子当上理事作为交换条件 请求老夫人帮忙隐瞒 西秀大受打击 失魂落魄地回到别馆 丝毫没注意到肚子传来的痛感 直到鲜血从他腿间流下 他才瘫倒在地 哭喊着不可以 他害怕失去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 右颜立马通知书贤 李慧珍看到这幅情景一阵惊恐 书贤得到消息后赶来 看到西秀倒在血泊里痛哭 他握住西秀的手 心疼地抱住她 身为母亲李慧珍也不禁落泪 西秀心灰意冷 身体疼痛远不及心理的伤痛 他想要带夏俊一起离开消远家族 书贤坚定地与他统一战线 承诺会帮助他逃离 二儿子宣布要召开紧急理事会 就等于和大哥正式撕破脸 兄弟俩对对方都颇有怨言 在二儿子看来 大哥一直都被父亲偏爱着 受到最好的教育 被寄予最多的期望 但在大儿子看来 二儿子从来没有被父亲责骂过 他才是被偏爱的那一个 二儿子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的野心 他想要成为代表 但事情到了今天这地步 大儿子也不想放弃代表的位置 书贤找到老夫人 向他说明厉害关系 告知他一直被二儿子玩弄于鼓掌之中 二儿子根本不会让大儿子 一直担当代表 一切都是缓兵之计 更是毫不避讳地 请老夫人学会闭嘴 不该把血淋淋的事实 展现在怀孕的西秀面前 最后书贤请老夫人 不必向二儿子拧门 他已将所有事实告诉西秀 西秀流产之后 男婆开着车送他去医院 书贤命令男婆和陪同的诱言 对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保密 回家之后 男婆对着车后座的血迹犯愁 鬼鬼祟祟的模样被领班看到 领班前来询问 注意到座椅上的血迹 二儿子回家之后 没见到西秀 诱言解释道 西秀回娘家了 就这样 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开始堆砌 别管的管家 也不知道西秀回娘家了 二儿子更加疑惑 西秀回娘家之前 只和又言一个人打过招呼 这很不合理 又言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还好书贤及时出现 帮他解围 书贤表示 他也知道此事 西秀害己严重 想回娘家休养 书贤潜向庸人 希望二儿子暂时不要打扰西秀 让他独自思考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二儿子也不再伪装 露出本来面目 警告书贤 如果一直越界 刺激自己 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疯狂举动来 书贤毫不畏惧 让他放马过来 大儿子已经知道男仆偷向恋一事 他没有告发 而是私底下去找男仆 用这件事要挟 让男仆在平日里监视二儿子的一举一动 事无巨细都要向他报告 收买了男仆 大儿子又去找书贤和他分享秘密 神神秘秘的样子 好像知道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似的 结果他要分享的就是 夏俊的生命还活着 书贤表情平静 一点也不意外 这下流到大儿子惊讶了 为什么人人都知晓的事 只有他不知道 小丑竟是他自己 大儿子又开始怀疑 书贤会不会也有什么秘密瞒着自己 他猜测书贤可能有男人了 被书贤一个眼神瞪走 早晨 老夫人和二儿子在院子里远远遇见 老夫人慌张的神情 在二儿子看来非常可疑 他察觉到异样 询问老夫人有没有对西秀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老夫人表示 没有 倒是二儿子违背了约定 两人之前说好了 会帮大儿子坐上代表的位置 但是现在二儿子却翻脸不认人 二儿子一脸无辜的样子 再三强调自己对那个位置没兴趣 是理事们执意要推选他担当重任 他也确实不公啊 老夫人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二儿子甚至还倒打一旁 说着当年是老夫人对外宣称 李慧珍已死 句句紧逼 丝毫不给老夫人说话的机会 老人家被气得不行 这明明是二儿子提出的想法 老夫人只是照做而已 二儿子却反说他老糊涂了 需要接受痴呆治疗 老夫人大笑 这么多年真是养了个白眼狼 书贤在门外听到老夫人的哭喊声 他意识到这个家正在慢慢偏离正常轨道 另一边 男仆趁二儿子不在 偷留进他的书房 翻墙档柜 找到一台旧手机 手机里存了很多男人的半老照片 男仆看呆了 就在这时 二儿子回到别馆 男仆连忙躲起来 二儿子注意到抽屉开了一条缝 但他没有多想 大儿子第一时间来到佣人们的温泉室 爸站着房间和男仆交流情报 男仆告诉他 二儿子竟然是个gay 手机里存了很多肌肉男的半老照 大儿子一脸吃惊 书贤在修女去见西秀 待到病房时 西秀已经悄悄出院了 昨晚李慧珍来医院看望西秀 送他回到曾经的住处 西秀看着自己以前讲卑和图图画画的剧本 感慨万千 现在他经历过挫折和打击 已经退去了单纯外壳 李慧珍为他做好饭菜 西秀却不愿意接受他的好意 可现在西秀身体虚弱 身边一个照顾的人都没有 他想要暂时陪在西秀身边 西秀不死而别后 二儿子一直觉得奇怪 他联系西秀 西秀表示自己害羞严重 他会在娘家待一周 一周之后再回去 丈夫担心地询问孩子的情况 西秀只是回答孩子没事 很快一周过去 西秀如期回到肖远家族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与庸人打招呼 拥抱夏郡和丈夫 他隐瞒了自己已经流产的事实 谎跟孩子没事 之前预定的孕妇装已经送来 西秀看着这一排衣服怅然若实 他已经不再需要了 夏郡送上西秀爱吃的红苹果 如今能给他慰藉的只有儿子夏郡 西秀如同被困在窄门里的大象 为了自由 他不得不破坏那道窄门 这样他才能不让小象受到伤害 但创作这幅画的少年画家 又完成了另一幅新作 墙上依旧有一道窄门 但这次不同的是 大象没有被困在其中 因为大象原本就在墙外 其实大象从来没有被困住过 是他自以为被困在墙中罢了 西秀告诉丈夫 他已经重新联系之前的家教来照顾夏郡 但是他有一件事没想通 当时二儿子为什么如此心急的 想要辞退那位家教 难道是为了尽快安排李慧珍来到家里吗 西秀只是这样提了一嘴 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表示以后会忘掉一切 一家三口重新开始 好好过日子 二儿子庆幸西秀改变想法 但同时他好奇 西秀是如何劝动爱子心切的李慧珍 从家中离开的 西秀淡定回答 身为母亲 会为孩子精打细算 为了夏郡的成长 他自愿退出 西秀心情烦闷时 就会跳绳锻炼 这天他又在跳绳 被领班无意间看到 领班觉得奇怪 一个孕妇怎么还能做这种激烈运动呢 那天男仆送西秀出门 回来的时候 西秀的车上都是血迹 到底发生什么 领班叫来男仆询问 无奈之下 男仆只好承认西秀已经流产 因为西秀突然回娘家 二儿子将理事会延迟了一周 现在西秀回来了 理事会也即将召开 老夫人这边为此伤痛脑筋 难道就这样认输 乖乖就范吗 唯一的变局在于少爷和他的未婚妻 幸好少爷前段时间答应了结婚 如果能得到未婚妻家族的支持 说不定大儿子能胜出 但男就男在少爷身上 虽然少爷是老大的儿子 但他却更听二儿子的话 到了少爷相见里这一天 两个家族的人聚在一起 少爷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他不喜欢虚情假意 也不喜欢故意隐瞒自己的心意 所以他绝对不会订婚 少爷就是为了在众人面前宣布这件事 才故意说愿意订婚 好把两个家族的人聚在一起 老夫人很头疼 如果少爷不与林林结婚 缺少林林家族支持 他大儿子可能就与代表一位无缘了 他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二儿子这个数字上位 舒贤并不慌张 他胸有成竹地说 二儿子是无法担当要职的 老会长病倒之前就交代过律师 如果自己昏迷一个月以上就公开遗嘱 于是律师在理事会上直接宣读了遗嘱 这也突然变故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尤其是二儿子 本来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遗嘱一出 计划可能又要泡汤了 理事会结束之后二儿子情绪激动 独自开车到别处哭泣 舒贤打电话叫他赶紧回去 李慧珍来了 二儿子赶回家里 不到西秀也被叫来现场 西秀未明李慧珍来意 这次他想要带走夏军 他是来要回自己的孩子的 西秀被惹恼了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痕迹 警告李慧珍不要嘚瑟 谁敢抢走他的东西 他就杀了对方 会长的遗嘱公开了 老夫人得到了一部分住宅和土地 但没有获得任何股份 因为老会长知道 如果他拥有股份的话 余生都会过得不舒坦 老会长在遗嘱里鼓励大儿子继续读书 他会支援所有的学费 舒贤得到了萧远电子全部股份 以及另一家子公司的经营权 小姑得到了萧远烘焙坊 但条件是要定期接受心理治疗 西秀获得了萧远物产三万股的股份 用来保障他和儿子此生无忧 二儿子被发配出任萧远学院的理事 相当于被调离了萧远集团的核心 老会长指定 少爷成为萧远集团的继承人 等他三十岁的时候正式接任 老会长个人的一半股份赠于少爷 剩下一半则全部赠于信托基金 在理事会上公布老会长遗嘱这件事 其实是舒贤下令吩咐的 他打听到儿子准备在这次理事会上采取行动 于是决定提前公开遗嘱 消息传出去之后 整个萧远家族甚至家里庸人们都一文纷纷 少爷成了继承人 但又延岂不是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舒贤特意来找又延 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提醒他 又延领到的是最老土的灰姑娘剧本 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他出手 不知又延是否有勇气 和这个世界的偏见作斗争 舒贤希望他最终能做出正确决定 不要让自己受伤 二儿子还没有如愿得到整个萧远集团 李慧珍还找家里闹事 二儿子再次来到地下打场 看血腥残忍的格斗画面发泄怒气 打场里一对亲生兄弟整大户殴 二儿子甚至高喊着 让他们杀了对方 看着看着 二儿子想起小时候 妈妈曾经对他说 你不该来到这世上 因为他不是萧远家的亲生骨肉 他如果是 母子俩人生都会因此变得不同 可惜他不是 当年老会长爱上二儿子的母亲 甚至愿意喜当爹照顾母子俩 但这个秘密 家族其他人并不知道 兄弟俩打得过于激烈 其中一个人最后昏迷不醒 被送医院 二儿子正好用钱来善后 不幸的是 弟弟最终没有抢救过来 心痛的哥哥找二儿子算账 小姑按照遗嘱的吩咐 来找修女接受心理咨询 但修女并不愿意接待她 小姑执意要做咨询 一言不合 修女在电话里吼了小姑一顿 小姑非但没有生气 还对修女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另一边 老夫人悄悄打开地下室 却发现蓝宝石项链不见了 这时老夫人又听见 地面下方传来音乐声 寻生找到密室后 老夫人来到了 这个用来纪念爱人的秘密房间 一怒之下 抄起东西就砸 她没注意到 老大就躺在地上睡觉 这一打 老大被砸进了医院 气不打移出来老夫人 去找老部长出去 使劲吹打折她的身体 这一打 反而让老部长恢复了知觉 书贤与西修手牵手却舅妈的一郎 她想送一幅画给西修 而崔秀之的一组作品 正在这家一郎里展出 舅妈给两人介绍这组作品 作品总共五幅 分别命名为 逃离衣柜 尽情最爱 得当想要的东西 向世界呼喊 打破吧 直到胜利为止 书贤选了最后一幅 打破送给西修 西修又想打破东西 书贤也有 她想打破世人的偏见 李慧珍从书贤那里得知 对外宣称她车祸死亡的是二儿子的决定 而老夫人只是实施者 是二儿子下令把她变成了一个死人 李慧珍终于大车大悟 自己的一片真心 到底托付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没多久 老夫人的哥哥梁会长去世了 二儿子以为西修还怀有身孕 交代他不必出息葬礼 以免情绪激动动了胎气 舅妈也在葬礼上 她是梁会长在外面的情人 并没有正气的名分 但是得到的财产比原配要多得多 舅妈很难过但忍着没哭 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哭了 会被人骂作作 她主动提出让原配向自己发现 原配二话不说 删了她一巴掌 这一巴掌代表所有的一切就此结束 小三生涯画上句号 少爷在相见礼上 单方面宣布和林玲解除婚约后 对方很不满 少爷还特意打电话去道歉 但在老会长遗嘱被公开后 局势再一次反转 为了能让林玲嫁过来 对方家庭选择原谅少爷 但少爷对继承人的位置 却丝毫没有兴趣 他很清楚 如果接受了这个位置 他将失去什么 少爷想要的从来都不是地位和权利 他只想过得幸福一些 自从结了婚 西秀便退出娱乐圈 近期的经历让他有了付出的想法 开始接触一些剧本 二儿子不希望他付出 何况西秀还怀着身孕 这样太辛苦了 西秀没有多说什么 丈夫不让他做 他不做便是 二儿子半夜做噩梦 梦见西秀拿枪指着自己 他中枪倒地之后 恍惚间又看见西秀变成了李慧珍 猖狂的笑着 李慧珍找到一家律师事务所 想要夺回孩子的抚养圈 律师告诉他 这个官司并不好打 因为孩子被抢走 已经是六年多前的事情了 而他在这段时间里 没有抚养过孩子 小远家族众人居然一起用餐 小姑的丈夫 因受不了妻子太过暴力 想要离婚 但两人半斤八两 一个暴力狂 一个有外遇 老夫人劝女婿凑合过 看妻子正面不舒服 就看侧面 侧面也不行 就看背影 总能发现闪光点 用餐时 西秀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 要让老会长醒来后 看好大家都过得很好 至于他 家人们无需担心 家里的私事 他会处理好 并不会影响到 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也不会影响 他对夏郡的爱 小姑又开始挑事 西秀说的都是夏郡 只字不提肚子里的孩子 这让他怀疑 西秀是真的怀孕的吗 舒贤听了连忙帮忙打圆场 幼妍请假一天 领班将此事报告给舒贤 他们怀疑 幼妍可能是要和少爷去约会 领班找男佣 悄悄跟踪少爷 幼妍带着少爷 去品尝他从未体验过的街边小吃 男佣在不远处 鬼鬼祟祟的暗中观察 西秀来找公司律师 打听过去两年里 小远集团解雇的律师名单 之前西秀也是从这位律师手中 拿到了小庆的资料 西秀好奇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征求二儿子的同意 就直接把小庆的资料交给自己 毕竟律师为肖远家族服务 律师表示 他辅佐老会长17年 很清楚自己在这个家里 该保持什么样的立场 这意味着律师在西秀和二儿子之间 选择了西秀 其实律师背后之人是舒贤 他听从舒贤的命令 平时舒贤会到处发掘优秀的画作 这次他发现了一幅宝藏画作 看着画 舒贤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 和秀智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画家没有留下名字 为了画作 舒贤亲自拜访了画家的工作室 没想到作者就是秀智 秀智故意没有留名 就是为了以舒贤来找自己 他知道舒贤看到画肯定会找过来 他们两人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再次见面 秀智很感谢舒贤 是他让自己有了灵感 有了会跳动的心 创作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但舒贤却说 自己还是以前那个奶脚鬼 不敢做出改变 不敢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即使他还爱着 即使他每一天都在思念着 但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为好 另一边 二儿子受到了法院诉状 李慧珍正式提起了诉讼 二儿子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到这份甜点 西秀分析 李慧珍应该是想把事情闹大 最好闹到人尽皆知 西秀安慰丈夫 无需担心 他自有办法处理好这件事情 晚上李慧珍回到住处 房间里灯无法打开 他意识到危险 果然二儿子潜伏在屋内 愤怒地掐着他的脖子 是他搞砸这一切 所以只要他死了 所有都能结束 这时西秀来到门外 按了几次门铃 见无人开门 西秀给李慧珍打电话 电话声从房间里传出 却没人开门 西秀很快意识到出事了 他拼命敲门 听到李慧珍挣扎的声音 便呼喊着 让房间里丈夫住手 房间里二儿子一愣 西秀是怎么知道 自己在里面的 听到西秀的声音 二儿子逐渐松手 李慧珍才找到机会逃出来 西秀告诉丈夫 真正的受害者只有自己 身为加害者的二儿子 没资格审判李慧珍 就算要审判 也该由无辜的自己来 打手哥哥来找二儿子 告诉他自己的弟弟死了 二儿子派人去医院调查 得知打手弟弟并没有死 虽然也和死差不多 但至少也在医院里续一条命 二儿子感觉被戏弄了 他把怒气都撒到哥哥身上 甚至拿出了枪 把哥哥踩在地上百般羞辱 最后把一袋钱倒在他身上 老会长醒来 校园家众人接到消息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恶怀鬼胎 这次老会长能醒来 全都是老夫人的功劳 之前老夫人发现会长的密室 气不打一处来 狠近垂打着老会长 才把老会长唤醒 子女们围在病床前 大儿子发现 父亲身上有瘀青 老会长表情绝了 看向一旁的老夫人 西秀和李慧珍 抢夺抚抚养权的开庭日期定下来了 李慧珍找的律师 是个出了名的疯子 西秀则找了一个 被校园集团法务组开除的律师 这个律师 曾经在校园化学发生工伤意外时 站在了工会那一方 主张给劳工赔偿 是个正义之人 律师告诉他 其实发生意外时 老会长的想法和他是一致的 那就是进行赔偿 但那时他因为反对协助二儿子进行秘密洗钱 被二儿子随便找了个理由开除 西秀这才知道 丈夫还隐藏了这么多的秘密 温柔体贴的外表下 竟然藏了如此自私狠毒的心 之后 西秀请来一位记者帮忙写报道 报道重点放在 西秀一直以来对孩子照顾和付出 顺便公开他即将付出的消息 两个新闻相辅相成 大众们讨论点会聚集在校园家族身上 修女来看老会长 老会长叫着他的名字 看来两人已经熟识多年了 老会长的爱人 二儿子的生母金美慈 是修女的好姐妹 修女这次来恳请会长 务必善待二儿子 一大早 喝多大儿子在家里发酒疯 命令女佣学动物教 还打了出面帮忙的领班 如此不得体的模样被书贤看到 书贤一巴掌伸上去 帮领班和其他佣人们好好说一口气 最后佣人们在书贤的指令下 把大儿子抬回到地下室繁琐起来 一不做二不休 书贤甚至还给丈夫 报了酒饮治疗中心的服务 自从见到崔秀智 书贤时不时回忆起两人的碰面 秀智还急急无名的时候 一位无名买家 花高价买下他的作品 才使得他从此声明大早 这个买家就是书贤 这也是书贤唯一能为秀智做的事情 在这次两人重逢时 秀智告诉他 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当初那个买家就是书贤 也只有书贤会这样默默付出 书贤临走前 他们互相为对方画了一幅画 书贤一直用哀气的眼神看着秀智 想把他的一切磕进脑海中 始终没有动笔 这一天书贤会用一生来怀念 这次重逢也让书贤想了很多 他向佣人打听 少爷和又延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很幸福 刚听到肯定的回答时 书贤突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错了 对于少爷来说 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的事呢 书贤找少爷好好聊了一次 他再一次问少爷 真的不想继承萧远家族吗 少爷从小时候就明白 得到一样东西 势必会失去些什么 如果他继承校园 那么肯定会付出更大代价 他不想因此伤害身边人 为此他做好了准备 也有自信 以后绝不后悔 上次小姑 想找修女进行心理咨询 却被对方拒绝 这次老会长醒来后 肯定会确认 他是否有按时做心理咨询 所以小姑二话不说 直接找上门 想找修女帮忙 如果没时间 帮自己伪教记录也行 结果又吃了闭门羹 还被修女臭骂一顿 像她这样含着金汤池出声 又自以为是不懂谦虚 处处伤害别人的自私大小姐 修应该学着好好赎罪 小姑竟然被骂哭了 蹲在修女的门口鼓起 修女最后看不下去 才让小姑进门坐会 被教训一顿小姑 果然收敛了不少 立马变得乖巧起来 在屋内休息时 她四处打量 看到桌上放着修女年轻时的照片 书贤去见老会长 向她报告 少爷不想继承集团 也有了心仪的对象 书贤打算成全少爷 取消与林林的婚事 老会长面无表情 看不出她是什么想法 老会长让书贤去把二儿子叫来 书贤极力阻拦 一方面 二儿子不是老会长的亲生儿子 另一方面 二儿子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矮子中挑将军 宁可把集团交给草包的儿子 都不能交给二儿子 但老会长职业 让他叫二儿子来 书贤觉得 会长可能要选择二儿子 作为继承人了 于是找律师商量 而律师也得到老会长 想要撤回相关遗嘱的消息 书贤一听 打算启动备用计划 此时大儿子正在酒饮治疗中心 他说着自己是萧远集团大儿子 想从这里出去 治疗师只当他在说酒话 毕竟这里酗酒成瘾的男人们 都说自己是财阀家的儿子 会长最近经常想进往事 年轻的时候他爱上金美瓷 所谓请修女帮忙牵线 修女听后一脸悲伤 他似乎喜欢上老会长 但金美瓷那时候已经有男朋友了 并且还怀了对方的孩子 最后老会长还是执意跟金美瓷在一起 并且承诺 会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亲生儿子对待 他虽然爱着金美瓷 但始终无法对这个 留着其他男人血液的孩子一并疼爱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觉得亏欠这个儿子 二儿子也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在老会长面前流露过因身世而自卑的想法 这次与老会长私下见面 他直接跪在地上表真心 在他心里 老会长就是亲生父亲 是他唯一的亲人 二儿子的动情表演 再加上修女也恳请过老会长善待二儿子 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 老会长可能真的在考虑让二儿子继承公司 而舒贤将二儿子不是亲生的这件事告诉西秀 这件事连老夫人都不知道 老会长一直爱着那个女人 但对二儿子的感情却很复杂 舒贤告诉西秀 这次诉讼一定要赢 评审现场 西秀和李慧珍同时出席 法庭上李慧珍讲述了 自己是如何独自抚养孩子一年零六个月 又是如何被骁远家族逼走 最后还被捏造了车祸身亡的消息 李慧珍表示 前段时间是夏郡的父亲 让他以家教的身份重新进了家门 妄想生母和养母在同一屋檐下抚养夏郡 他指控二儿子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名父亲 法官向西秀求证李慧珍说的是否属实 开庭前西秀曾心事淡淡向丈夫说过 不管李慧珍说什么 都要全盘否认他的说法 一定不能承认是二儿子放李慧珍进家门的 但在法庭上 西秀却肯定了李慧珍说出的全部事实 西秀承认丈夫做过所有事情 二儿子没有尽到父亲责任 李慧珍在这六年间也没有照顾过孩子 与不道德的生父和生儿不养的亲生母亲相比 西秀才是真正抚养夏郡长大那个人 没有训言关系 却甘愿为夏郡奉散许多 最后法官结合各种情况 当庭宣判 对李慧珍提出的监护权请求予以驳回 抚养权牢牢掌握在了西秀手里 被塑造成不负责任父亲形象的二儿子 想夺过夏郡是不可能的事了 庭审刚结束 书贤就得到消息 二儿子成为了萧远下一任会长 现在理事会里全都是二儿子人 想要一朝一夕之间 将他推翻并不容易 但他会想办法推进一切 接下来西秀只要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就好 说完 西秀书贤和李慧珍三人互相交换眼神 看来三人已经联手 出了法庭 西秀直接向二儿子提出离婚 现在他已经征得孩子的抚养权 接着他会带着夏郡离开这个家 命案发生在主管里 从高处同时坠下的有两个人 西秀和二儿子 死掉的是二儿子 当时高处的阶梯上还有一人 修女看到这一幕 慌忙跑出去求助 随后书贤也来到现场 命案发生15天前 西秀和李慧珍争夺抚养权的诉讼结束了 西秀 李慧珍和书贤 三个人互相交换了眼神 这三个女人不知何时已经联合起来 时间回到西秀流产那天 李慧珍内心愧疚 给书贤打了电话询问西秀的情况 并再三拜托他告诉自己西秀住在哪家医院 来到医院后 李慧珍向西秀下规道歉 莫不作声地坐在椅边陪床 四日一早 接西秀出院 把他送回原来的住处 一直守在身边悉心照顾 坐饭 铺床 李慧珍也不奢望西秀会原谅自己 但是 想要夏俊离开地狱般的肖远家的话 离不开西秀的帮助 西秀一开始根本不理睬他 但时间久了 西秀难免心软 身体恢复之后 西秀却定制了一条项链 上面刻着流产那天的日期 接着他又为失去的孩子做了一次祷告 西秀用这种方式将失去孩子的痛苦 幻那种形式铭刻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他把夏俊掉落第一颗牙齿送给李慧珍 在参加完最后一次圣经研讨会后 西秀宣布将暂时缺席 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复仇 所做的一切与圣经内容相违背 舒贤作为军师 让李慧珍提起诉讼 他的计划是让两位母亲打一场官司 按照过往经历 孩子一直是西秀在抚养 所以肯定可以胜出 这样做的目的是 一来可以向识人证明 西秀有资格做下军的母亲 二来是让二儿子留下有五点的法律记录 胜诉后西秀在提出离婚 夺得孩子抚养权 并离开肖远家族 庭审结束后 二儿子紧急招集了公共组和法务组 让他们去压下此事 再加上二儿子已经成为肖远的下任会长 所有记者媒体都在看他的脸色 所以法庭上的事情暂时还没有被报道出去 舒贤却二儿子早日退出会长一直的竞争 像他这样有道德瑕疵的人担当企业主任 只会成为企业的污点 二儿子根本不当回事 这只是私生活和企业道德无关 何况老会长生前也是如此 同时拥有两个女人 接二儿子完全没有退出的想法 舒贤打算亲自动手 将她从会长的位置赶走 大儿子在酒饮阶段中心 得到二儿子继任会长的消息 直接破门而出 工作人员们拦都拦不住 大儿子跑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诱颜 大儿子想赶走诱颜 让少爷和林林结婚 这次诱颜没有怂 而是直接当面反抗 她没有违背合约上任何一项条文 为什么要辞退她 老夫人大声训斥 诱颜身为女佣 竟然跟雇主顶嘴 一看就是盼龙父凤的虚伪女人 诱颜解释 自己和少爷之间是真心相爱 和家庭无关 她也从来没有过攀高志的想法 但大儿子和老夫人 怎么可能相信她说的话 直接问她需要多少钱 少爷继续和诱颜在一起的话 只会变得不幸 到最后背离所有家人 失去会长的位置 获得穷困潦倒 听审结束后 网络上的舆论 并没有如西秀预料那样 废个洋洋 反而是一片安静 就连西秀复出的消息都没传开 这很不寻常 所有头条都被二儿子 当上会长的新闻占领 西秀联系好的记者 想要刊登相关报道 也被编辑部拦了下来 原来二儿子早就给媒体施压 如果有报社敢发表相关内容 萧远集团就会撤销 对报社的所有广告赞助 之后她去找李慧珍 问她是不是和西秀 串通好了整自己 她在李慧珍提起诉讼时 就猜到了 当时她不觉得 两个女人能掀起什么风浪 所以没有管 但是现在 她不可能再继续坐视不理了 如果李慧珍再跟自己作对 她就会杀了李慧珍 李慧珍并不害怕 最后死的是谁还不一定呢 说完关上门 让二儿子滚走 少爷得知 幼岩被父亲赶走后 去找父亲李敦 反被父亲删了一巴掌 一直以来 大儿子对少爷寄予厚望 没想到 少爷却将破手可得的会长位置 就这样拱手相让 少爷也毫不服软 从小到大 他的梦想就是过平凡的生活 他对会长的位置毫无兴趣 如果执意要赶幼岩走的话 他就离开这个家 见少爷不听话 大儿子转而开始找书贤的麻烦 他知道是书贤放任少爷和幼岩交往 放弃会长的位置 大儿子还说了更过分的话 他说 毕竟少爷不是书贤的亲生儿子 言下之意就是 因为不是亲生孩子 所以书贤才会对少爷与女佣交往 不管不顾 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母亲 在书贤看来这简直可笑 大儿子身为亲生父亲 连少爷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都搞不清楚 竟然还有连耻得自己 而少爷担心幼岩不开心 亲自来到幼岩家 幼岩问少爷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还是说 少爷只是想要逃离小远家 恰好遇到自己而已 幼岩觉得有些累了 他只是因为少爷长得帅 又心地善良 才和他在一起 可是周围的人却把所有过错 都推在幼岩身上 认为少爷是为了幼岩 才放弃了会长的位置 少爷抱住他 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爱意 二儿子挡下了所有新闻 他打算把书贤和女朋友的事情 报出去 他先打个电话给书贤示威 但书贤并不怕他 兵来将挡 水来毒眼 既然二儿子放得狠话 书贤也开始了下部计划 毁了二儿子 秀智马上就要离开韩国 走之前 他给书贤送来一幅画 画里是两个女孩的背影 秀智已经完成了左半边的翅膀 他希望书贤完成剩下的部分 这将会是俩人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完成的画作 希望这对翅膀能载着书贤 飞向更自由 也更勇敢的新世界 书贤看着秀智送来那幅画 想了很久 书贤把秀智的照片撕成不规则的碎片 一点一点拼贴在画上 组成了又半边翅膀 最终书贤下定决心 拨通了秀智的电话 秀智马上要接受出国前采访 书贤请她在采访时公开两人的关系 她现在已经有勇气面对世人的偏见了 西秀再次来找修女 看到她年轻时的照片 修女说着自己以前是一家知名餐馆的艺人 餐馆里有个很漂亮的姐姐叫金美慈 西秀想起来金美慈就是老会长一直心心念念的爱人 这个金美慈和一位客人相爱了 然后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 当时事业还没那么壮大老会长来到餐馆 修女对会长一见钟情 会长却爱慕着金美慈 即使金美慈怀着别人的孩子也无所谓 最后老会长把金美慈带回家 还把他生的孩子登记进了自己的户籍里 这个孩子就是二儿子 西秀终于得知了二儿子真实身份 原来他和老会长并无血缘关系 大儿子在家门口看到一个行迹可疑的男人 大儿子曾在男佣发给他的半裸男照片里见过此人 当他上前询问的时候 哥哥慌忙逃走 大儿子拍下那个人的照片 请警察帮忙调查 这个人正是地下打场的哥哥姓郭 又四次前科 警察还查到他和二儿子的通话记录 大儿子一开始以为他是二儿子派来的人 但打电话过去与对方谈了几句之后 却发现郭某对二儿子充满恨意 很明显这两人不是一伙的 大儿子一阵心血 找到队友了 敌人的敌人那不就是朋友吗 离开警局时 大儿子收到一条陌生人发来的信息 对方告诉他 二儿子不是会长亲生的 怪不得老会长对二儿子的态度一直那么奇怪 联系起来看一切都解释通了 另一边三个女人开始对付二儿子 书前打算召开股东大会 西秀决定把自己的股份行使权交给书贤 李慧珍拍一段自白视频 视频里他激发了二儿子对他和西秀做过的恶行 书前派人将这段视频暗中发给李氏们 同时也传了一份给二儿子 而二儿子思来想去还是不同意离婚 现在离婚的话对他的失礼来说很不利 何况西秀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 如果西秀非要离婚 那就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再走 西秀没有说什么 而是让二儿子去看看他刚布置好的婴儿房 二儿子推门进去 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挂了一件带血的衣服 二儿子有了不好的预感 接下来西秀说的话验证了他的预感 我的孩子没了 是被你害死的 西秀还把他和李慧珍联合起来打官司的计划 告诉了二儿子 他这段时间之所以一直隐忍着 待在二儿子身边什么都不说 就是为了等官司结束这一天 法律认可了他作为夏郡母亲的身份 这样他可以随时带夏郡离开这个家 西秀已经决意要离婚 他不是在闹脾气 也不是在示威 而是深思熟虑 要带孩子远离校远家 不能让夏郡留在二儿子身边 西秀担心孩子在耳濡目染之下 会变成和他爸爸一样的人 但二儿子坚决不离婚 既然丈夫执意不想离婚 那也没有继续商业的必要了 西秀会提出离婚诉讼 让二儿子做好对部公堂的准备 之后西秀把自己已经流产 以及他准备离婚的事情告知老夫人 并表示自己会带夏郡一起走 这段时间和老夫人做婆媳 他真的很辛苦 说完这些 西秀如是重负 他独自离开萧远家 去电视台和几个导演面谈 但是对方却告诉他 萧远集团不想让他付出 已经向所有电视台施压 大儿子和郭某单独见面 郭某把他带到了地下大厂 告诉大儿子 他们兄弟俩就是在这个地方 像狗一样相互争斗 而二儿子则在一旁观赏 他们打得越血腥暴力 二儿子就越兴奋 就会打赏越多的钱 大儿子这时才明白过来 他在二儿子秘密手机里 看到的那些男人 就是这些打手们 原来二儿子不是给 而是一个由暴力倾向的变态 大儿子直接去找弟弟对质 二儿子刚刚搬进了会长社 大儿子直接当面质问 他不是父亲亲生儿子 像他这样和老会长没有血缘关系杂种 有着不良嗜好的败累 凭什么坐上这个位置 因为他整个萧原集团 老会长一生的心血 都可能在请客间摊他 大儿子打算把这些消息捅出去 宁可闹得天翻地覆 鱼死网破 也不能看着他心安理得的坐在这个位置上 二儿子冷笑一声 大儿子要是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记者 那么用不了多久 他因为酒精成瘾 害前妻逃跑的故事也会上新闻 大儿子没想到 二儿子还有这一招 一时间没辙了 二儿子小人得正 这个窝囊的哥哥 在他眼中就是个十足的loser 如果大儿子想要得到他的东西 除非先杀了自己 不然就滚到一边去 大儿子被这般羞辱 咽不下这口气 从二儿子办公室出来 他给舒贤打了个电话 向舒贤求助 要怎么做 才能把二儿子拉下来 在他眼里 还是舒贤比较适合做公司领导人 这时西秀也来找二儿子 与大哥在办公室外相遇 大儿子把格斗场里那些事情全都告诉了西秀 得知了丈夫的另一面之后 他一直不敢相信 叫着李慧珍一起来到格斗场 亲眼见到血腥的场面之后 才终于相信这一切 两个人都很震惊 冷静下来之后 西秀决定要把夏军送往国外 离这里越远越好 他让李慧珍先带着夏军出国 而他要留下来亲自揭发丈夫 让他接受世人的审判 而大儿子通知郭某 他联系好了记者 第二天回来医院进行采访 殊不知二儿子早已派了眼线 暗中坚持大儿子 很快眼线向二儿子汇报 大儿子和郭某在医院见面了 晚上记者收到了有关格斗场的匿名爆料 大儿子则和郭某通了个电话 计划一切顺利 大儿子叮嘱郭某 晚上找个地方藏身 千万要注意安全 老会长出院回家 家里所有佣人年转已带 领班紧急整理秘密地下室 老夫人则在大发脾气 他一想到 会长的位置给了二儿子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和老会长做了一辈子夫妻 到头来还是比不过金美慈 一怒之下 老夫人命人把竹馆里老会长的东西都清宫 搬到别馆去 这么喜欢金美慈的儿子 就和他一起住好了 会长刚回来 老夫人直接感人 二儿子爽快答应 让父亲搬过去住也好 他可以留在身边多多照顾 但是领班得跟着一起走 因为会长在哪 哪里就是主管 领班得留在主管里 就这样领班也被带到了别馆 接着 二儿子让领班去找一位良药师 专门负责会长的起居 另外 令他把别馆的管家立即辞退 管家是西秀的亲戚 以前做过西秀的经纪人 二儿子让和西秀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从自己眼前消失 第二天 二儿子去上班的路上 收到一段李慧珍的自拍视频 视频里揭发了 二儿子对他和西秀做过的种种恶行 与此同时 李师们也都收到这段视频 很多人给二儿子打了电话询问情况 二儿子很生气 他也只能暂时带下性子向对方解释 视频里的是个疯女人 无需理会 没多久 二儿子下令把书贤负责的分公司搬回总部 这件事根本没有问过书贤的意见 书贤不同意 他让对方回去复命时 把原话转达给二儿子 让他别再嚣张了 二儿子越发嚣张 书贤意识到不能再脱了 必须马上开始计划 书贤派人去邀请六个分公司代表团 共计午餐 小姑二儿子和其他与二儿子交好的分公司 被排除在外 少爷和幼岩聊起对于未来的规划 少爷准备机外面闯荡 他不想被人当成那种 只能靠家里的副少爷 而幼岩则打算 还完父亲债务之后 去学习与社会扶持相关的内容 然后建立一个儿童庇护所 书贤来找少爷 再一次确认少爷对幼岩的心意 看到少爷是真心喜欢幼岩 书贤也很感动 他让少爷把幼岩正式介绍给长辈们 然后开始认真交往 虽然会面临很多阻力 但他会帮助友情人 人的一生中 能遇到爱情是很难得的事情 书贤已经失败了 他不想看着少爷和自己一样 所以鼓励少爷去勇敢追寻 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次过来 书贤还有事想求 目前二儿子还没正式继位 趁一切还来得及 请少爷务必配合 把二儿子拉下台 少爷问书贤 他希望由谁来做校园会长这个位置 书贤答道 由我来做 我有信心守住校园 而秀智出国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但并没有把他和书贤的关系公之于众 到了出国那一天 书贤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决定 遵从内心的声音 赶去机场送他 书贤感谢秀智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中 未来只要秀智能获得幸福 他就满足了 书贤问秀智 为什么在访谈里没有提及两人的关系 秀智告诉他 相爱过这件事情 只要他们两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没必要招告天下 他真正想要得到的 并不是世人的认可 而是书贤的勇气 现在书贤已经能鼓起勇气 直面这段关系 这对秀智来说已经足够 说完 书贤把画着另一边翅膀的画作 还给秀智 两人互相拥抱告别 出院后 老货帐一直住在别馆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二儿子 自己主管秘密地下室 被老夫人发现 被赶出主管已在情理之中 碰到这种事 谁心里都会不舒服 老货长希望二儿子 体谅老夫人的处境 同时教育他 不要伤害夏军的生母和西秀 毕竟是二儿子有错在先 二儿子这才知道 主管里还有个秘密地下室 他要领班带着自己前去查看 看到屋内保存着 许多和生母有关的东西 二儿子痛哭不已 而西秀思考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 把地下格斗场那些照片 发给书贤 向他揭露了二儿子的双面人生 书贤知道后也很震惊 他去见老会长 把此事告诉他 书贤请他尽快做出决定 肖远集团绝不能交到这种人手里 过后 西秀接到记者电话 记者表示 收到和二儿子有关的爆料 西秀虽然恨二儿子 但并不希望此事曝光 如果这事闹上新闻 对夏军来说会是很大的打击 夏军一直很崇拜爸爸 西秀不想破坏夏军心目中 完美的爸爸形象 转眼西秀告诉丈夫 他已经知道 丈夫经常去格斗场的不良嗜好 这件事如果让孩子知道 只会给夏军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 所以他会送夏军去留学 而在此事上 书贤和西秀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们都希望压下此事 西秀要守护夏军 而书贤要守护萧远 此时的西秀内心非常纠结 往常每当这种时候 他都会去求助修女 这时西秀突然想到 这个家里只有一个人 从来没有找过修女 那就是二儿子 修女和二儿子的生母关系亲近 两人很早就认识 可为什么没有往来 要装作彼此不认识的样子呢 这背后又有什么秘密 入夜 郭某喝着啤酒 走在披荆的小巷里 总觉得有人在跟着自己 下一秒 一把刀子直接滚入了他的腹部 没错 这正是二儿子指使的 第二天 郭某的尸体被发现 警方查到 郭某生前最后联系的人是大儿子 于是大儿子被叫去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 大儿子因为酗酒成性 同时会长一职的新闻 也登上了各大头条 大儿子错失一次良机 自己还被坑了 他非常生气 于是下令让男佣去杀了二儿子 报酬就是那条蓝宝石项链 四日送夏军上学之后 西秀让二儿子来见见 未来陪伴夏军 一起留学的家教 说完 李慧真走了进来 本期结束 最后一幕 修女赶到萧远家 看到二儿子从高处坠下 满地鲜血 而西秀站在高处 修女看到这一幕之后 连忙跑到警局报案 医生诊断之后判断 二儿子的死医是心脏麻痹 但根据修女的回忆 当时 她看到二儿子倒在鲜血之中 西秀就在二楼 而二儿子旁边 似乎还有一个人 但当修女再次回去的时候 二儿子身边那个人却不见了 警方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 那么这个消失不见的人 就变得至关重要 她肯定知道事情的真相 警方去问话西秀的时候 西秀却失忆了 时间回到命案发生十一天前 郭某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晚 被一个大块头暗杀 这个大块头是二儿子人 李慧珍下楼的时候 在电梯里也遇见了这个大块头 她神情可疑 李慧珍隐隐感到害怕 到了停车场里 李慧珍坐进车里 连忙打电话给西秀求救 大块头果然来敲他的车窗 想对他动手 李慧珍急忙反抗 咬伤对方趁机开车逃脱 李慧珍知道 这肯定是二儿子派来跟踪他的人 现在二儿子已经彻底失控 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西秀决定让李慧珍再次回到萧远家 把他留在身边保护 这一次由西秀亲自带他进入萧远家 第二天 郭某的尸体被发现 警方调查之后了解到 郭某生前最后联系的人是大儿子 于是大儿子被叫去配合调查 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警察 郭某的死一定和二儿子有关 与此同时 大儿子因为酗酒成性 同时会长一职的新闻 也登上了各大头条 李慧珍以下郡家教身份回到萧远家 二儿子知道这肯定是西秀的意思 李慧珍问二儿子 郭某是他杀的吗 二儿子爽快承认 李慧珍继续追问 他是真的想杀自己吗 二儿子也没有否认 他早就想除掉这个女人 还反过来怪罪李慧珍 是他一而在三而三惹讨自己 才招来杀神之后的 并警告他 如果想活命就杀了西秀 这样他就可以留下来抚养夏郡 一个孩子不可能有两个妈妈 所以他和西秀必须要死一个 李慧珍难以置信 眼前男人竟然能一脸淡定的提出这种杀人要求 另一边的舒贤也在出手对付二儿子 他邀请六个分公司代表来家里供进午餐 向他们揭露了二儿子一看他人自相残杀 为乐趣之面目 现在萧远集团站在命运的岔路口 另一位代表选择至关重要 而自从西秀开始复仇 便暂时退出圣经读书会 小姑代替西秀加入了组织 在修女带领下 她最近开始修身养性 也慢慢领悟到了尊重他人的意义 此时的西秀提起了离婚诉讼 二儿子收到相关文件之后 直接解雇了一位律师 因为是他介绍了另一位 对萧远集团非常熟悉的律师给西秀 也是他帮助书仙订立理事会日程 他显然是站在书贤那边的人 二儿子怎么可能还留他在身边 律师被解雇 但他并不意外 这完全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情 律师被辞退后 把已经查到的地下搏机场的资料 整理好交给书贤 书贤请律师暂时离开首尔 找个安全地方躲起来 医院里光摩的弟弟醒来了 但在转入普通病房之后 不久就消失不见 医院里的监控也被人关闭 所以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书贤准备接受一个重要采访 他会在采访中将自己是同性恋的事情公开 在接受采访之前 他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丈夫 并向他道歉 如果大儿子建议的话 他愿意离婚 大儿子非常疑问 但并没有像书贤想象中那样生气 对于大儿子来说 妻子有个忘不掉的女人 比他出轨别的男人好多了 大儿子想阻拦他公开此事 毕竟这种事公开的话 只会对书贤造成伤害 但书贤已经想清楚了 在把二儿子拉下来之后 他要出任代表理事 想要光明正大的重新开始 丈夫思考过后 完全支持书贤的决定 另一边西秀劝丈夫自首 在他眼里 二儿子不仅可恨还可怜 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怪物 但二儿子执迷不悟 让西秀不要自以为是 西秀对他来说 就像是装饰品一样存在 可有可无 完全没资格摆布他的人生 西秀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后天他就会送夏郡出国 等夏郡出国之后 就请二儿子去自首 不然就由他来将这一切公祝于世 至于他手上的筹码 就是医院里刚醒来的郭姆的弟弟 这个人现在就在西秀手上 又到了萧远家 每个月固定的家宴时间 西秀告诉家人们 二儿子涉嫌杀人 他会将夏郡送出国 撒毙风头 以免孩子看到父亲 因为杀人接受调查 留下心理阴影 而他已经向二儿子提起离婚诉讼 二儿子没资格担任萧远的会长 少爷又不愿意担当众人 于是大儿子发话 他愿意将自己的股份全都转给书贤 然后支持书贤出任会长 西秀国少爷都表示赞同 他们也都愿意把股份让给书贤 一听这话 老夫人和小姑子坐不住了 虽然气愤 但他们不得不承认 书贤是萧远家 能跟二儿子对抗的有利人选 大儿子还告诉老夫人一个消息 二儿子不是会长的亲生儿子 而是金美慈和别的男人的孩子 老夫人听到这消息 简直快要疯了 会长竟然爱金美慈到这种地步 而可怜他这么多年 竟然一直在帮助照顾别人的孩子 与此同时 书贤也将二儿子杀人的事情 告诉老会长 老会长一时间难以置信 他看着长大的孩子 最后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满手心绪的怪物 眼下二儿子就任会长的一切仪式 都已经办好了 书贤决定在就任前一天 为少爷和女朋友办订婚派对 将公众的焦点转移到订婚上来 很快二儿子接到刑警也要求他配合调查电话 二儿子表示不认识死者郭某 至于其他的都是他的私事无可奉告 刑警知道二儿子是学法律出身的 很谨慎也很狡猾 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刑事的暴力 不构成犯罪 靠法律估计很难让他服法 正苦恼的时候 刑警接到上级电话 上级让他不要动宵远 看来二儿子留在背后阻挠调查 刑警也很无奈 李慧珍接夏俊放学回家 半路上突然出现两个保镖 强行把夏俊带走 说是奉二儿子命令来接孩子 李慧珍联盟联系希秀 但希秀没有及时接到电话 他正在探望郭某弟弟 代替丈夫向对方道歉 弟弟不需要道歉 如果希秀感到内疚 就帮他杀了儿子 一直联系不上希秀 无奈之下李慧珍只能联系书贤 书贤把二儿子秘书叫来 告诉他 二儿子马上就完蛋了 时时务者现在就该看清形势 重新站队 秘书被书贤说动 接着下达了释放夏俊的命令 此时李慧珍焦急的到处寻找夏俊 终于在路边找到刚刚被释放的夏俊 夏俊哭着跑向他 紧紧的抱住了他 后来在车里 夏俊突然对李慧珍说了一句 谢谢你生下我 简短的一句话 李慧珍心里思绪难平 他感动的落泪 原来夏俊什么都知道 这一句话 李慧珍已经等了太久 将夏俊放了之后 秘书向二儿子复命 撒谎称因为没有关闭夏俊的手机 所以夏俊最后还是被家教找到 而老慧珍听了书贤一戏话 把二儿子叫到主管来 在去主管的路上 二儿子和陪同栽测的男佣人聊了几句 二儿子告诉他 这家里的事情他无所不知 包括男佣偷犯他抽点 打探他的秘密 还把他手机里的信息汇报给大儿子 言语间颇有威胁的意思 之前大儿子用蓝宝石项链作为报酬 让男佣人去杀二儿子 男佣还一直在犹豫 这一番对话之后 男佣似乎想明白什么 他带二儿子来到另一条秘密通道 时间来到二儿子死后 根据修女的证词 他看到二儿子倒在血泊中 跑出去呼救 看到第一个人是男佣人 男佣看起来非常平静 一点都不惊讶 随后独自前往案发现场 还不让修女跟进卷 第二天佣人就出国去了摩纳哥 他不是罪犯 国际刑警没办法逮捕他 所以警方目前完全无法和男佣群的联系 很快搜查令下来了 警方来到校远家调查 大儿子表示 当晚他妹夫出了车祸 他去医院看望妹夫了 小姑的说法为大儿子提供了佐证 当晚7点他丈夫出了车祸 但他没有接到电话 所以由他哥哥代替他去医院 而他当时在家里的庭院里 参加少爷的订婚仪式 对于二儿子的死 他一无所知 如果非要给这起事件找一个凶手的话 小姑觉得只可能是西秀 因为西秀是这个家里最想杀了二儿子的人 但是他失忆了 连自己儿子都不记得 西秀的说法也完全一致 他从认识二儿子开始的所有记忆都丧失了 本来他想要离婚 离开这个家 但失忆之后 他遵从医生的建议 留在熟悉家里 以便于找个记忆 熟悉家一切正常中带着一些诡异的瓶颈 警察总觉得还有什么隐藏着的事情 这家里的三个女人 被二儿子欺骗了这么多年的妻子西秀 被二儿子夺走孩子 为了复仇进入熟悉家的李慧珍 二儿子最大的对手 同时也掌握了熟悉家一切的书嫌 三个女人一团迷雾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二儿子坠楼身亡 医生检查之后 认为是心脏麻痹导致的意外坠楼 但警察们都觉得另有隐情 小远家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有秘密 西秀甚至失忆了 但她是真的失忆了吗 警察们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案情 如果二儿子不是意外坠楼 而是被人推下去的 那对方戾气一定不小 很有可能是个男人 当时在家里的男人只有男佣一个 其他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按照修女的口供 当时二儿子身边还躺着一个人 此外修女还看到西秀在二楼 目前当务至极 就是找到那个二儿子身边的人 请她推测 那个人如果是和二儿子一起坠楼的 多少会受点伤 肯定会留下治疗记录 时间回到命案发生四天前 老会长叫来二儿子来主管的秘密地下室 男佣送二儿子过去 指了一道暗门给二儿子 从这里进去可以直通地下室 老会长对二儿子说 从今天起 他想做儿子真正的父亲 但父亲对他的养育之责 老会长想劝他重新做人 如果做错什么 就应该道歉谢罪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二儿子听完心里没有任何波动 他表示自己做不到 说完就转身离去 接着二儿子叫来一个佣人 给了他一大笔钱 吩咐他去趟医院 帮自己做一件事情 请医生拍最大剂量的药 就算是致死的量也没关系 西秀把修女叫到郭某弟弟所在的地方 他把来龙去脉跟修女说清楚 弟弟现在是中药证人 二儿子正在四处寻找他 西秀想再给二儿子一个机会 他请修女去做睡客 当然修女也可以选择站在二儿子那边 把郭某弟弟的下落告诉二儿子 修女得知之后气震惊又后悔 他来找二儿子跪在他面前痛苦 他费尽心思劝二儿子回心转意 但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没人能拦住二儿子了 他非但不知悔感 还叫修女帮自己阻止西秀 舒贤则在准备召开股东大会 但为了掩人耳目要伪装成是例行的股东大会 免得引起二儿子怀疑 命案发生三年前 杀害郭某的凶手大块头被抓到了 大块头的幕后主使是二儿子 但二儿子早就和他通过气 就算大块头把他供出来 也不会减刑 不如就说成是私人恩怨 这样还能从二儿子那里拿一大笔钱 所以当警方问大块头是受到谁的指使时 他并没有供出二儿子 此外关于二儿子和格斗场联系的手机 警察查到那是一台冒名手机 手机主人是一位流浪汉 就这样线索全断 调查陷入僵局 但是第二天出现了另一条关键性的证据 格斗场中介和二儿子之间的交易明细出现了 二儿子有些慌乱 与此同时 他又接到了来自理事会的消息 要保留二儿子代表理事的决定 一时之间 二儿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而且好像还被谁掌握了致命的证据 命案发生一天前 消息员上下都在为少爷的订婚仪式忙碌 男佣一直想着刺杀二儿子的事情 心不在焉 命案当天定过仪式上 小姑因为醉酒没有接到丈夫出车货电话 大儿子代替他赶去医院 男佣在二儿子耳边悄悄似语的解决之后 二儿子离席 命案发生十天后 风波看似一定平息 只有警察还在追查此事 老夫人因为警察每天进进出出也很恼火 西秀在家业上说着 要不要把夏俊和夏俊的妈妈送去国外 她指的是李慧珍 西秀已经全然忘记了 她也是夏俊妈妈的事实 在她看来 生下夏俊的是李慧珍 所以夏俊只有这一个妈妈 她和夏俊完全无关 夏俊对她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罢了 孩子也不属于这个家 她和这个家里任何人都没有血缘关系 原本为了孩子可以赴汤蹈火的西秀 此时完全像是换了个人 这段时间夏俊经历了爸爸去世 妈妈失忆 是李慧珍一直陪伴在她身边开导她 夏俊告诉她 她曾经和西秀约定过 彼此之间不要有秘密 夏俊有一件事情 一直没有对西秀坦白 那就是在李慧珍出现之后 她曾经因为害怕西秀会离开 而偷偷哭泣 她没有来得及告诉西秀 西秀就把自己给忘记了 以前她最害怕妈妈离开自己 现在最害怕的是妈妈会忘了自己 此时西秀就在门外听着 不知不觉也热泪盈眶 随后西秀去找修女 她熟练的在以前常坐的位置上坐下 修女有些许意外 西秀看了自己以前和修女发过的所有简讯 她发过去最后一条简讯是问修女 是不是和二儿子单独见过面 修女以毒未回 所以她此次前来 是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修女回忆前 她和二儿子之间的故事 修女是二儿子生母的好朋友 她们的缘分 但二儿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已经缔结下了 二儿子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 与之相反 却过得并不幸福 在这个家里没有人疼爱她 没有人愿意倾听她说的话 小的时候 因为她长得太像生父 遭到母亲的毒打 她把一切不幸的根源 归结在孩子身上 在这样扭曲畸形的环境里 二儿子慢慢长大 性格也发生偏差 她瞒着家人做了很多坏事 她甚至告诉修女 她杀过人 当时修女确实吓了一跳 但二儿子很快解释说 是开玩笑 修女也就没有想太多 在修女看来 二儿子很可怜 她很心疼 要是能早一些发现问题 陪伴在她身边 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二儿子坠龙那天 修女的二楼看到西秀 她也怀疑过 西秀会不会是凶手 但后来她想起来 现场还有一个人 西秀又恰好失忆了 她就在想 或许西秀也是受害者 西秀问修女 你相信我吗 修女看着西秀并未回答 西秀回到自己的房子里 她出演过的每一部影视剧剧本 她都好好收藏着 此时警察也了解到 西秀在出道作品中 饰演了一个失忆的角色 演得唯面唯相 警察不禁开始怀疑 西秀现在的失忆也是装出来的 于是马上开始调查 西秀的诊调记录 在痛失了爱人和二儿子后 老会长终于决定烧掉 今每次的所有遗物 放到二儿子墓前告别这一切 小姑也终于同意了和丈夫离婚 但此时刚刚经历了一场车祸 而下半身不能动弹的丈夫 现在却不同意离婚了 警察再次去找舒贤 想要看一看舒贤的手臂 舒贤手上有一道伤口 舒贤解释道 是他在工作时不小心划伤的 警察询问舒贤 西秀真的失忆了吗 这时刑警得到消息 他们查到二儿子出事当天 西秀去过急诊 那时西秀伤得很重 多处骨裂 甚至还有头部重伤 所以那天和二儿子 一起躺在地上的人 应该就是西秀 警察把这一消息告诉舒贤 既然看起来却一点都不惊讶 更加引起了刑警的怀疑 如果倒在地上的人是西秀 那么楼上的人是谁呢 修女证词说 看到西秀在二楼又是怎么回事 警察意识到 现在调查都是基于修女的证词展开的 而老夫人曾对她说过一句话 你就没有想过 西秀也可能会说谎吗 还有一个问题 财阀家的人受了重伤 却没有去VIP 而是挂了普通急诊 也没有叫救护车 这很可疑 其次 当天那个时段 西秀的车子去过医院 而西秀伤得很重 不可能开车 那就说明是有人送她去医院的 这个人是谁呢 西秀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是关闭的 医院虽然监控画面里 都只有西秀一个人 实在是很习惯 警察再次向李慧珍发问 李慧珍却说 事发当天 她和夏俊在国外 警察马上去查李慧珍的出入境记录 还查了当天医院周边监控 终于找到西秀走进医院时的画面 当时她的身边确实有一个人 但是画面太暗看不清楚 需要进一步分析 刑警想找夏俊问话 夏俊刚刚下课 西秀带着刑警一起去接夏俊 夏俊看到马路对面的西秀 急着横穿马路 没看到这种一辆大卡车时来 西秀联盟冲过去 把夏俊爆开 母子俩逃过一劫 西秀非常猴怕 用妈妈的口吻 着急的数落了孩子几句 身后的刑警全部看见了 西秀不是忘记了 关于夏俊的一切吗 难道他真的没有失业 没过多久 监控视频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扶着西秀走进医院的 那个人是舒贤 当时他把摔伤在地的西秀拖走 顺手拿走 案发现场的灭火器 藏于办公室内 另一边处境资料也查到了 事发当时 李慧珍确实在国外 命案发生两天前 格斗场中介和二儿子之间的交易明细出现 股东大会在舒贤的领导下召开 李时会决定 保留代表李时的决定 二儿子计划落空 他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现在西秀他们手上握有关键性的证据 他给了二儿子最后一次机会 让他主动去自首 给夏俊做好一个父亲的榜样 不然这份证据就会由西秀交到警方手上 但二儿子仍然执迷不悟 他以为西秀和舒贤联合起来这样做 一是为了得到夏俊 二是为了得到肖远 二儿子把夏俊和肖远都视为自己的所有物 所以他绝不容许任何人抢走本属于他的东西 同时二儿子还把舒贤是同性恋的事情告诉西秀 西秀有些意外 他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西秀回想起有一次和舒贤聊天时 他问起舒贤结婚前有没有交过别的男朋友 舒贤的回答是 没有男朋友 但有过情人 那时候西秀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男朋友跟情人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现在想起来 西秀终于了解了舒贤的嫌外之音 他别思考 别来到家门口接舒贤下班 等着慢慢走回家 一起去挑选少爷订婚宴的礼服 西秀抱了抱舒贤 对他说 不论别人怎么想 他会始终站在舒贤那边 即使舒贤与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所谓的不同之处代表不了任何东西 与别人不同 这并不是一种错误 西秀鼓励舒贤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自己会守护他的 舒贤很感激西秀的鼓励和谅解 案发之后 警察从少爷那里了解到 少爷如此着急举办订婚宴 这是舒贤的意思 同一天 舒贤成为了消源集团新的领军人 二儿子变相被革职 而二儿子也于这一天死亡 所有事情放在一起 警方无法不怀疑 这其中有某种联系 此外警察还查到 出事那天送西秀去医院的人是舒贤 舒贤对此公认不讳 舒贤回起来那天晚上 定管派对上他暂时离开 在办公室里处理工作 处理完返回派对的路上 看见二儿子倒在地上 而西秀站在阶梯上看起来十分痛苦 后来男佣进来了 舒贤先带西秀去了医院 舒贤告诉警察 二儿子当时面临着杀人被公司免职 名誉扫地的绝境 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下 自杀就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家里没有人会是杀死二儿子凶手 舒贤暗示警察 他的话里已经包含着答案 警察接着去找大儿子 警察已经查到 大儿子在男佣去往摩洛哥的过程中 出了不少例 警察一再追问他 为什么要帮一个佣人出国 无态之下 大儿子只好憋了谎言 他其实和男佣两亲相远 经常在一起泡澡 消息传出去之后 他只好把人送走 大儿子这个回答 警察听了都觉得离谱 而西秀最近一直做噩梦 二儿子死时的画面 一直在他眼前挥散不去 西秀很痛苦 去看心理医生 他发现一直有警察在跟踪自己 警察一直没有打消 对西秀的怀疑 上一集中 夏俊在过马路时 差点出车祸 西秀救了夏俊 情急之下 对夏俊说了一些话 似乎暴露了他并没有失忆 警察调出殡仪馆监控 西秀在监控里一直表情淡然 扭义四倍上 仿佛死者和他真的毫无关系 警察也疑惑 他是真的失忆了 还是演技太好 骗过了所有人 圣经年讨获的一位太太 贾女士 愁眉苦脸 前不久 他买了一套黑色运动服 本来想送给老公 让他晚上穿着个夜跑 好被车撞死 但是他的外遇对象 衣服被水弄湿 他就临时把这套衣服给了外遇对象 没想到 诅咒转移到了外遇对象身上 他晚上穿着去运动 出了车祸 贾女士的这位外遇对象 就是小姑的丈夫 小姑受到圣经的感化 决定不再闹离婚 而是包容老公 和他继续好好过日子 没想到 贾女士来到医院探望情夫 两个人在走囊遇到 女人的直觉告诉小姑 这不对劲 小姑跟上去 果然看到贾女士 走进了自己丈夫的病房 小姑的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她先是忍耐着怒气 让贾女士离婚 然后和她丈夫结婚 共度余生 不然她就把出轨的事情 告诉贾女士老公 让贾女士成为婚姻中 有过错的一方 分不到任何财产 贾女士不肯 小姑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脾气 回归本性 和她打了起来 小姑本来已经打算修身养性 包容丈夫的一切 万万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个走向 这下终于有了不包容丈夫 光明正大发火打人闹离婚的理由了 另一边 书贤把大儿子几个小三叫过来 给了他们一些钱 然后帮他们签奖合同 离开大儿子 她把丈夫比喻成房子 并告诉小三们 租妻一到 她只是在回收自己的所有物 还教育他们 不要再不属于自己的宫殿里 租房过日子 还是好好住在自己家吧 哪怕是间小房子 也能活得有尊严一些 因为二儿子的案子 肖远家上下都提心吊胆 有佣人在男佣住过的房间里 发现了制作毒气原料 佣人报告给领班 领班让他们先不要说出去 这番对话被门外的小红 偷听得一清二楚 随即领班把这件事情告诉书贤 前段时间 领班曾在男佣手机里 看到了毒气制作的搜索记录 所以她怀疑 是不是男佣杀了二儿子 转身书贤把发现药物两个佣人叫来 让他们去把这两瓶药处理掉 大儿子在父亲的授意下 把金美瓷有关的一切都烧了 但她心里一直隐隐有些不安 男佣逃到国外之后 给她打过电话 告诉她自己没有杀人 那天男佣进去的时候 二儿子就已经死了 但二儿子怎么也想不通 不是男佣的话或是谁呢 西秀给夏俊做了松饼 李慧真很意外 西秀不是失忆了吗 怎么会知道夏俊最喜欢吃松饼呢 西秀表示 她只是恰好看到有松饼机 所以随手做了一份 但夏俊却告诉李慧真 西秀已经恢复记忆了 之前还在车上跟着她唱同一首歌 李慧真立马起了疑心 想查明真相 她找到小红 二儿子生前患有失眠 一直是小红拿着处方 帮她去开药 小红告诉李慧真 出事之前 二儿子曾让小红一次性 开大量安眠药 越多越好 就算致死量都无所谓 但小红并不认为 二儿子是自查的 因为她已经偷听到 两瓶毒药的事情 小红还没来得及 说出她偷听到的消息 李慧真就回来了 李慧真只好先请离开 小红告诉李慧真 她知道二儿子是被人所杀 李慧真越来越觉得是有蹊跷 她让西秀把那天发生的 所有一切都告诉自己 同为母亲 西秀有些眼神是骗不过她的 西秀也不再伪装 她承认自己并没有失业 但她让李慧真什么都不要问 一无所知对她来说比较好 曾经修女接受调查时说 出事那天早上她接到二儿子电话 二儿子说一切都结束了 她要离开了 修女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但总觉得有些不安 于是她来到萧远家 看到派对上所有人都在 唯独二儿子不在 她拉住一个庸人 问二儿子在哪里 那个庸人告诉她在主管 这个庸人就是南庸 不久之后 警察接到南庸打来的跨洋电话 南庸在电话里表示 她并没有杀二儿子 她只是帮二儿子打开了 通往秘密地下室的门而已 另一边 舒贤也察觉到西九没有失忆 她问起西九 西九没有回答 但彼此对视了一个眼神 千言万语都已经包含在其中 他们都明白 彼此又要手获东西 所以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 临走前 西九对舒贤说 今天喝的茶 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舒贤给的迎宾茶 舒贤喜欢这种茶 因为很浓郁 西九今天喝的这杯茶也很浓郁 就如同西九对舒贤的心意 最后西九让小红带自己走进地下室 警察再次造访 也想要看看南庸提到的地下室 她来到地下室 西九正在里面 悠闲的坐在躺椅上 警察问她 这家里的所有人 是不是都已经串通好了 把二儿子的死说成是自杀 而西九其实根本没有失忆 西九就是杀死二儿子的真正凶手 西九看着警察 不慌不忙的回答 确实不管怎么看 都像是我杀的人 但是我不记得了怎么办呢 警察也无可奈何 因找不到他杀的证据 二儿子的案件就此结案 大儿子还是日复一日的刮彩票 竟然真的中奖了 他刮出了五百万的大奖 大儿子非常高兴 这辈子第一次靠自己的能力 赚得多少钱 他感慨到 只要努力坚持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回报的 大儿子走路都得瑟起来 但这笔钱对大儿子来说 可遇可恶 留着也没什么用 所以随手赏给了接替男佣 刚来家里报到的新佣人 大儿子让佣人没事陪自己 洗洗澡 姐姐们 佣人惊呆了 没听说过 大儿子还有这种爱好呀 小姑发现 贾女士的外遇对象 竟然是自己丈夫之后 意外松了口气 她本来就不想和丈夫继续过下去 不如趁这个机会 把丈夫拱手送人吧 没想到贾女士也是这样想的 两个女人互相牵让着 谁都不想要这个男人 小姑和贾女士吵完 还要一起参加圣经研讨会 大眼邓小眼 修女退出了研讨会 她介绍一位神父 来继续自己的工作 太太们看到一位高大帅气 气宇炫昂的男人走来 她就是新来的神父 本来说着要解散研讨会太太们 瞬间改变了主意 而修女脱下制服 准备离开这里 她将自己背了多年的爱马仕 送给年轻的小修女 这是以前金美泽送给她的 用了这么多年 她一直保管得很好 但也是时候该告别这些物质和欲望了 但年轻修女转手就拍照 传到二手交易网站上 标价是免费 瞬间有无数人留言 想要得到这个宝贝 小修女看着评论 百思不得其解 就一个包包而已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呢 诱颜外出看望照顾生命的母亲 母亲情况好转之后 诱颜回到萧远家 现在诱颜已经不同于往日 她即将成为萧远家的媳妇 还跟一大家人同桌吃饭 平时属贤帮她请了老师 礼仪 美术 语言 各方面的学习都要提上日程 直到诱颜成为真正能站在少爷身边的人 夏俊即将去往国外 西秀送给她 夏俊告诉西秀 即使她真的失忆了 也别忘记 以前她是多么帅气的一个人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请务必保护好自己 虽然夏俊不是萧远家的孩子 但少爷依然愿意为她保留房间 欢迎她随时回家 西秀再一次回到案发地点 看着熟悉的一切 很多回忆涌上来 其实西秀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时间倒退回那一晚 佣人在院子里 为订婚仪式忙碌着 男佣却满怀心事 少爷送给书贤一条项链 作为接任湘远的礼物 同时也感谢她这么多年来 对自己的关心和教育 少爷难得的叫了她一声母亲 书贤很感动 少爷和右眼小男口 牵着手甜蜜地走进仪式场地 院子里工程就要做 这时大儿子接到小姑丈夫出车后的消息 代替妹妹去了医院 书贤也离世有事离席 回到书房处理工作 男佣凑到二儿子耳边对她说 大哥在地下室等她 二儿子起身复原 男佣紧随其后 等二儿子通过秘密通道 进入地下室之后 就把门关上 二儿子走进地下室 里面空无一人 他烦躁地打电话给大哥 但大儿子此时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没有接电话 二儿子无奈只好继续等待 又等了一会儿 二儿子开始有些呼吸困难 他不停呼叫佣人 但能收到他呼叫的男佣和领班 都没有回应他 原来这是男佣设的一个局 他把二儿子骗人 反锁在地下室里 随后男佣将提前准备好了两瓶药混合 倒入通往地下室的疏远管道中 而西秀终于决定 把自己手上决定性的证据 发给二儿子 让他去自首 不然他就将这些照片发给警察 二儿子收到照片 看到照片里 因为残暴的自己而浑身是血 甚至痛苦死去打手 更加懊恼 他以为是西秀把自己关在这里的 于是拨通了西秀的电话 西秀听到电话那头 二儿子痛苦挣扎的声音 知道对方出了事 连忙进屋找他 而男佣打开管道之后 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于心不忍关闭管道 但不知道为何 密室入口怎么打不开 男佣只好从室内地板下的入口进去 把二儿子救出来 二儿子终于得救 随后他在大厅二楼 也就是事发地点遇到西秀 二儿子以为是西秀想害自己 所以掐着他的脖子质问为什么 西秀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这时领班出现在二儿子身后 为了救西秀 他用灭火器把二儿子打晕 二儿子失去了平衡 带着西秀一起从二楼坠下 二儿子头刚好撞到瑞丽的地方 当场死亡 领班手里灭火器也掉下去 领班慌忙逃走 修女此时也来找二儿子 她通过南庸之宝 问到二儿子在主管 修女来到主管 刚好看到二儿子倒在血泊里 修女连忙跑出去找救兵 跑出去之后修女想起来 刚才血泊里好像不止二儿子一个人 于是修女又跑回去 书贤一直在书房里 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出来查看 看到这血腥泥沫 书贤注意到西秀还没死 于是把西秀救起来 扶着他来到楼上 却看到尸体旁的灭火器 书贤再次返回尸体旁 把灭火器打走 就在这时修女回来了 修贤连忙躲了起来 修女发现 聚楼的另一个人不见了 而西秀站在二楼 修女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再次跑出去 迎面遇到南庸 她告诉南庸里面出事了 但南庸却异常平静 似乎早也知道里面会出事 修女走后 书贤让西秀在书房里暂时安顿 自己则再次来到现场 手不停颤抖 却洋装镇定 把现场交给南庸和领班善后 接着她开车送西秀去医院 从医院回来之后 书贤才通知父母 二儿子从二楼摔下来 当场死亡 事发之后 领班埋怨南庸 如果他没有救出二儿子 自己也不会成为杀人凶手 领班提议南庸离开萧远家 但在走之前 要把蓝宝石项链给他 毕竟是他杀了二儿子 酬劳也该是他的 没多久领班提出辞职 走之前他向书贤坦白 若是他杀的 书贤也是这时才知道 西秀是无辜的 领班已经知道了 这个家里太多的秘密 除了离开别无他法 书贤给他两个选择 第一把蓝宝石项链留下 这样他就只是单纯的 想帮西秀才失手杀人 第二把项链带走 那么他就会成为凶手 得到项链就是他的杀人动机 选哪个就看领班怎么决定了 领班去向老会长告别 他最终做出了选择 将项链勿归远处 老会长已经决定放下几枚子 所以这条项链 几经波折之后 最后还是落到老夫人手里 老夫人终于得到了 梦寐以求的项链 到了领班离开萧远家的日子 西秀也向他表达感谢 领班终于压制不住情绪 痛哭起来 领班告诉西秀 舒贤一直以为是西秀杀了二儿子 但他什么都没问 也什么都没说 默默地帮西秀做了很多 一直守护着他 西秀知道后很感动 对此舒贤回答 他之所以这样做 只不过是因为他相信西秀 李辉真问西秀 到底为什么要假装失业 西秀这么做都是为了下剧 西秀在此次事件中并不是凶手 他也是受害者 但西秀并没有说出真相 并可让大家都怀疑自己 就是不想让夏俊知道 爸爸曾经想杀了妈妈 他害怕这会给夏俊幼小的心灵 留下阴影 所以他才假装失业 这个理由对于很多人来说 或许可笑又站不住脚 但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却很重要 李慧珍完全能理解西秀的做法 最后西秀向李慧珍表达感谢 感谢他生家夏俊 李慧珍也忠于认可西秀 她就是夏俊的母亲 六个月后小姑和丈夫离婚了 但大儿子和这个妹夫仍然走得很近 妹夫腿伤未愈 没法打高尔夫 两人只能去网吧打打游戏 少爷和幼岩搬到别馆居住 幼岩已经会说一口流利的外语 越来越有女主人的气质 她看到一个庸人对少爷眉来眼去 直接向庸人扫地出门 书仙去找修女 修女过着隐居生活 没事注重花脚 修女很同情书仙 她只能将自己的兴趣相秘密藏在身处 不能让别人知道 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却被全世界误解质疑 但书贤对此却已经坦然许多 也不像以前那样痛苦 因为她已经学会了直面自解 表达自解 书贤和秀智重新取得联系 书贤也不再隐瞒自己热烈的感情 夏俊回国 西秀去机场接她 西秀和李慧珍一左一右 牵着夏俊的手 两个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 将共同的儿子好好抚养长大 归别了过去的人生 西秀重新复出 回到了自己最熟悉 也最得心应手的战场 书贤去探班 西秀觉得 现在的书贤看起来很幸福 不知道书贤是否已经寻觅到 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管有没有找到 书贤在她眼里 始终都是一个很帅气的人 而在书贤眼里 西秀也是如此 西秀爱他人胜过爱自己 书贤在西秀身上学到了许多 缘分安排 西秀和书贤从轴力变成真正的朋友 正是因为有了彼此 她们才可以互相依靠 一路走到现在 一路走来 这些闪耀的女人们也终于找到答案 那就是即使失去一切 仍然要珍爱自己 本剧结束 也请大家无论如何都要珍惜自己 好了 又送走了一部剧 下周 米虫男神将要上线了 期待期待 好了 请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订阅大咖米虫看剧 一整天 嘴角向玩玩哟 拜拜 拜拜